全民穿越末日时代 我和全球几十亿人穿越 来到丧尸横行的末日世界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幸运 只能依靠自己 当我醒来睁开眼时 耳边传来系统提示 末日世界轮回者游戏即将开始 系统界面开始加弹 可当我定睛一看 一个恐怖的骷髅人脸正盯着我 吓得我急忙后退 可看着眼前充满着丧尸的街道 让我发猛这是什么情况我在乎 好在系统提示的 这些丧尸还处于禁止状态 无法移动和击杀 对于现在发生的这些事 我却只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乱 我举起拳头一拳轰在了脸上 可飞溅的鼻血和剧烈的疼痛乱 让我顾不得这么多撒腿做好 当务之急要找到藏身所 可现在到处都是丧尸 没有地方可躲 跑了许久我终于跑不动了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左顾右盼寻找东西防身 一个穿着防暴套装手拿盾牌的丧尸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赶忙冲过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从丧尸手中夺过盾牌 还顺手拿了一颗烟雾盾 正当我飞奔逃离之际 由于刚才用力过大 防暴丧尸因为惯性朝我扑了滚 我继续摔到了地上 伴随我的摔倒游戏在此事业开始 我只是随手拿了丧尸心爱的飞鱼罐盾 他却想要这么强 我不同意他就要强行扑倒我 为了守住我的节操 我只好一脚把它踢飞了出去 并赏给他最喜欢的飞鱼罐盾 头也不回地离去 来到一家餐馆 本想进去找一点吃的 眼前却弹出了红色提示框 餐馆里面有27只嗷嗷代步的丧尸 贸然进去 他们一定会饱餐一顿 望着眼前的提示框 我恶然道 系统提示框为什么是红色的 可当我还在思索之际 有两名幸存者已经朝里面进去 好似没看到提示一样 没过多久餐馆里面便传来了惨叫声 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 能看到隐藏提示 来不及高兴 我按照系统的提示 朝寿楼处跑去寻找物资箱 关上大门 我呼吱地坐了下来 后背紧紧靠着大门 大口大口地喘起 打开眼前的物资箱 我得到了 矿泉水 消防服 体质药剂注射枪的一本 初级体质药剂 可以使人的身体素质达到异常强壮段位 而普通幸存者的体质等级为 寒弱 强壮 异常强壮 人体极限五个段位 为了生存我毫不犹豫 注射了体质药剂 但伴随的还有手臂上暴起的情景 我被疼得撕心裂肺 可没想到的是 系统却提示到 注射体质药剂 只有30%的成功概率 否则进阶失败注射者将暴起而亡 当时 只有变强才是生存的唯一暴力 我按照系统的提示 找到了可以让人变强的体质药剂 代价却是承受肌肉撕裂般的状态 注射药剂厚度 疼得在地上直打鼓 为了不引来街上游荡的丧尸 我咬着手 强忍着不发出声音 不久我便昏迷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外面躲避丧尸的人群中 一个男人却如砍瓜切太斑 解决掉了一个丧尸 而他便是这片区域的第一位异常强壮者 王景 当我再次醒来时 望着眼前的双手 我抿着嘴眼含泪花 幸幸自己还活着 可门外不断传来的撞击 却提醒着我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然而一声救命声忽然传入了我的耳朵里 原来是一名身穿低胸礼服的女人 正在楼道外呼救 面对女人的呼叫 我拿起消防锁和盾牌 按照系统的提示朝二楼走去 顺便试试这体质增强后的力量 趁着女人吸引丧尸期间 我偷偷绕到背后 给丧尸脑袋上开了花 然后回身欲挥又解除掉两只丧尸 可女人非但没感谢我 还指责我乱杀无辜 由于刚才 吸引来了一大股丧尸 尽管被骂我还是提出带她离开 可女人却觉得这里安全 让我在这里保护她 没办 我回收起击杀丧尸掉落的物理 在女人的震惊中 头也不回地离去 按照系统提示前往VAP三楼的电梯 靠着体质药剂带来的增质 我一路上拨关着进 来到了电梯前 然而电梯却被VAP电磁卡 才能打开 正当我思索VAP卡在哪里之间 一只身穿安保护的财化 丧尸出现在了我的目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强壮丧尸 系统却在此时提示到 丧尸身上有三楼总统套房的要求 那里没有丧尸 可作为临时据点 张诚定睛一看 果然有一把要素 还有VAP门静开 张诚咬着牙 举起斧头用力一跳向强壮丧尸批拳 是我一扶 强壮丧尸被推并起来的卡托 把我执走 关键时刻斧头却被扛进 张诚被反过来的强壮丧尸一击退牌 最后强壮丧尸握起拳头去 使出吃奶的力尽向张诚封死 张诚被打得延连后退 最后强壮丧尸一系上勾拳 把盾牌给击飞了出去 可没想到的事 此时另一个丧尸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好张诚 张诚反应极快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如把草斑拔了起来 然后转身一把朝强壮丧尸扔了过去 随后拿起一个灭火器往他身上拔 并朝他喷出干粉遮住世袭 趁着强壮丧尸被干扰的气息 张诚趁机夺过他身上的钥匙和火 向他双手报拳道 师兄告辞 后悔无期 然后向电梯跑去 张诚疯狂地按着电梯开关 祈祷着快点打开 可是张诚的脖子上去突然出现 绿色的纹路朝脸上爬去 张诚感到了身体传来的不对劲 心想 怎么回事 该不会那是药剂的负责用 口医生 张诚转身一看 一只身穿保安服的丧尸走过来 但令张诚吃惊的是 他腰间还佩戴着一把薯条 知道在牧师中享受五星级总统待遇般的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当其他人在顽强抵御者丧尸的入侵时 张诚却在悠哉地享受着渴望 当其他人在奋力击杀丧尸收集食物时 张诚却在大口大口地施着肉 可在此之前 张诚因为体制药剂所带来的负责 被丧尸知识 望着近在咫尺的左人指尽 眼看丧尸袭来 张诚只好做吧 张诚急忙用盾牌抵挡 然后往电梯里退去 跑在电梯顺利关上门 来到总统套房 药剂带来的副作用 让张诚只觉得异常口渴 好在冰箱里有许多的矿泉水 张诚拿起矿泉水便往里面 咕咚咕咚地灌 许久 张诚紧握着双拳 果然喝水能帮助吸收残余的体质要紧 望着冰箱张诚充满信心 这么多的水 足够我能成为正常的异常强壮者的 明天目标 左轮手强 而在另一边 王继然扛着大刀望着脚下 被他杀死的心 你们的储物戒指我就收下来 一群没用的肉组 也是时候去寿楼中心 找那只腰间挂枪的警察丧尸 喝饱吃足后的张诚 准备开始清点一下收费 望着眼前屏幕上的物资 击杀丧尸不仅获得了能量金盒和便宜费物 还有生活用品 制造图纸 现金等物品 就是储存空间小了点 可惜没有找到地下停车场越野车的用适 只能等明天拿完枪后再去找找 随后 张诚点开交易大厅把没人的物品上下交换丧尸 可就在这时 张诚被交易大厅的一桌交易的信息所吸引 张诚点开对赵夕月的私聊询问道 开个价吧 你发的三样东西我都要了 赵夕月平静说道 我需要饮用水和干净的食物 只有水也行 然而 为了以低价拿到 张诚一脸阴险的坏笑 指着被吃过一半的午餐肉说道 我用这个跟你交换怎么样 还没有等张诚反应过来 赵夕月便答应 最终张诚一半份午餐肉加一瓶饮用水成交了 没想到的是赵夕月还充满真诚的夸张诚是个好人 整得张诚对自己都觉得有些太不敌道 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张诚打算加赵夕月为好友 等以后物资充足再给一些他 还没等张诚反应过来 赵夕月便切断了通话 张诚他的一口气 还是早些休息 这是一个丧尚的情形 而我却享受着五星级总统的待遇 只因我有一个能看到隐藏提示的系统 来到末世求生的第二天 张诚全副武装准备去狩猎丧尸 可当张诚冲出去时却发现楼道砰砰如影 丧尸怎么没有啊 这是人的血迹 看来是有玩家来过 张诚蹲下观察地面上的血迹 可奇怪的是 一般丧尸攻击血液会是刺剑噴射痘 难道有人在猎杀玩家 张诚站起身来私伏道 看样子那把左轮手枪也被凶手拿走了 想到此 张诚握着斧头的力道也加重了几分 当务之急先去地下停车场 寻找系统隐藏提示的越野车 带张诚走后 王继燃从窗户探了出来 望着张诚离去的方向打凉道 跑得挺快 难不成和我一样也是异常强壮者 那身上的物资肯定不少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尝尝这花生米的滋味 来到停车场后 张诚按动手上的车钥匙 可汽车响起了声音 同时一种 张诚没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吓唬谁呢 现在你们才是猎物 棒 喀 两具丧尸就轻易被解决掉 回收起掉落的物资 打开车门 令张诚震惊的是 车里居然有一把人称 众生平等的大盆子 发达了 发达了 张诚一边开心的说道 一边把东西收了起来 现在物资也充足了 武器也有了 现在安心回去等待 要继彻底吸收完在外出吧 可刚刚打斗的动静 会不会引起那个凶劲的惊议 不能就这么回去 而在另一边 王继燃已经在角落 拿在左轮等待着张诚的到来 在张诚返回时 系统提示道 小心 电梯对面的客房里有枪手 张诚眼眸闪过一丝杀意 果然被他盯上了 还好我是压着脚步上来的 张诚丢过去一个空罐头 想引出王继燃 可一声救命声 却打断了张诚的计划 听到这熟悉的救命声 室内的女人 她还没死 没办法 计划被打乱 张诚只好闪身 逃楼到对面开了一枪 然而王继燃早已离去 只剩下一片寂寂 在末世里 女人只是因为长得好看 身材过于拉赛 就连丧尸都被他散发出来的体香 也深深吸引了过来 然而 面对丧尸的来袭 女人则是撇过头望向另一边 流着泪苦苦哀求道 求求你们 放我下来吧 他们就要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胖子和寿子的家 为了猎杀丧尸而绑架了你们 可面对女人普普的求饶 他们反而呵斥道 你的命本来就是我们救的 让你干什么那就得干什么 不久后 丧尸已经来到了女人的身边 直到女人淹没在丧桃里 被丧尸啃识掉 胖子和寿子才拿着刀冲了出来 趁着丧尸被吸引的期间 胖子举起菜刀向丧尸脑袋劈去 可没想到菜刀却被卡住 拔不出来了 然而 此时丧尸们已经反应过来了 朝他们追去 面对紧追而来的丧尸 事到如此 胖子一把抓住寿子的后背 还扔向了丧尸堆中 而在另一边 张晨则是在一旁的草坟墩 默默注视了这一切的经验 可没想到的是 胖子却朝张晨这边跑了过来 跑在胖子在逃跑的路上突然摔了一跤 消失在了尸群里 或许是张晨倒了没跃 一直在啃识胖子的丧尸 好像闻到了张晨的气息 朝张晨躲避的方向看了过来 没办法 张晨只好从储存空间中拿出了消防火的盾牌 因为枪声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所以只能使用几个硬件 可人生 丧尸及时朝张晨哭了过来 面对丧尸的到来 张晨只用了三两下就把他们给解决掉 当张晨来到胖子的身边室时 系统提示到 玩家的储存戒指 可取出其中的物资 无法进行物资存储 为戒指升级的必备材料 看到系统的提示 张晨则感到一脸震惊 这不就是说 要想升级储存空间 就必须杀人 这是什么狗屁设体 还没等张晨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系统却再次提示到 小心头顶 好在张晨靠系统的提醒躲了过去 而来人正是王继燃 来了 张晨和王继燃的最终对决终于来了 王继燃面露寒光 手握堂刀 周身迸发杀气 向张晨走来 张晨连忙排起盾牌护去 可不料下一秒 王继燃便出现在了张晨的面前 全便把张晨的盾牌给打了四公斤 之后又是一刀横扫过去炒火 这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异常强壮 张晨急忙躲过 可脸上还是被划出了一道血口 小子 反应还挺快 再试试这招 张晨被逼飞出十几个月 菜鸟就是菜鸟 这么快就爬下了 怎么样 胸骨断裂的滋味很好受吧 他的实战经验比我丰富太多了 用枪恐怕也没有胜算 得想想别的办法 王继燃步步紧逼 你的游戏到此结束了 就是现在 张晨带王继燃靠近时 突然抱住他的腰 王继燃没想到张晨居然还能 但 大家都相安无事不好 为什么非得猎杀玩家 王继燃不断用力敲击张晨的后背 你给老子松开 哈哈 你不是有枪吗 拿出来啊 王继燃咬牙切齿 如你所愿 就当王继燃拿出枪的瞬间 张晨一把咬住他的手 王继燃暴怒 后动扳机 我要打爆你的头 当张晨与王继燃分开的瞬间 张晨通储从空间中拿出了 早已准备好 听见哼的一声 一带亡者 王继燃便倒了下去 但没想到的是 张晨开枪的声音 却吸引来了丧事 而张晨也因为体力耗尽 倒了下去 但就在这时 赵晨月突然请求私聊 赵晨月蹲着身 看着张晨倒地的样子 着急地说道 你后面好多丧尸 快起来 我这里有肾上腺素 张晨虚弱地回应道 快传给我 要来不及了 肾上腺素 可激发人体体能 使人进入短暂的狂暴状态 注射三秒后起行 张晨用尽最后的力气 握住肾上腺素 猛着向大肚扎曲 叫计生效开始倒计时 待到零秒时 张晨猛然起身 拿起糖刀朝丧尸挥去 都给我去死 还有十分钟 还来得及回去 但是 当张晨抬头看时 一大波丧尸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帅子 怎么会这么 男人只是因为 长了六颗妖子 便遭到了丧尸 要把他的妖子 搁下来死 没办法 张晨只好转身 逃离这里 可后面又出来了 两只丧尸 把他的路给堵死 无奈之下 张晨抽出手枪 准备和丧尸们 来个决议死战 可没想到的是 枪里早已没有子弹 给张晨气得 连眼珠子都弹了出来 大喊了一句 好 在瞬间 一句丧尸 一句朝张晨扑了过来 张晨猛地 特身躲过去 不过一手 摔倒在了地上 好在这时 张晨看到了 一个停车栅栏 想到了一个办法 张晨起身 冲向停车栅栏 用力一把 抓起了栅栏 望着即将到来的丧尸 张晨右手拿刀 左手抬起 栅栏护在胸前 怒吼道 老子今天就是战神 杀 在张晨强势的冲锋下 张晨硬是 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就连一旁观看的玩家 也被惊呆了 然而 没过多久 张晨便被一个 巨大的身影给引死 只见一个身高五米 身体充满着 肉流的巨型丧尸 拦在了张晨面前 还有系统的提示 与此诚实 张晨与巨型丧尸 搏斗的过程 也被其他玩家 通过直播给看了 由于巨型丧尸的 实力不于强大 张晨只好 按照系统的提示 越过蓝往逃离而去 看着身后的丧尸 张晨得意地说道 各位师兄 小弟我先走一步 可就在这时 肾上腺素作用的时间到了 系统提示道 肾上腺素失效 体质药剂剂作用被催化 升级后彻底吸收 体质药剂可抵消 目前的身体负荡 没办法 张晨只能选择 使用100能量金合升级 恭喜您 晋升至人类体质极限断位 距离升级觉醒者断位 还需要300能量金合 张晨握了握拳 朝一旁的石头看去 他一拳轰在了上面 咯 石头被击碎的四分五裂飞了出去 好强 而且手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真的是我做的吗 随后张晨也顺便 把储存戒指升至二级 但是 紧接而来的是系统警报 距离游戏第二阶段开启 还剩十天 丧尸和变异生物的 弱化压制戒指将予以解除 请玩家做好准备 指引女孩式的大卫王 每次吃饭能吃一头牛 男人便想提出要包养他 然后趁机娶他当老婆 可不料被女孩识破了他的诡计 下一秒便挂断了他通话 毫离丧尸追打后的 张晨朝回酒店的路上框子 却意外发现了肉书肿 随后将肉书肿收了起来 当张晨回到酒店时 却发现玻璃被砸碎 冰箱的门也被打开 张晨顿时警觉了起来 难道有入侵着 张晨举起枪对准窗口 缓慢地向天移动 就在这时候被突然传来了一丝动静 张晨惊地转过身来大喊道 后来 只见一名拿着锤子的小女孩 浑身颤抖地出现在了张晨的面前 张晨放下手中的枪 对着小女孩喝赤道 好你的耗子 是你搬空了我的冰箱吧 然而小女孩却连忙摆摆手说道 不是我干的 那个你先能不能给瓶水我喝着先 还没等张晨开口 下一秒小女孩拿着锤子 朝张晨的脚锤了下去 张晨被锤得嗷嗷执 等张晨反应过来时 此时小女孩已经拿走了 他的戒指不见了 在张晨拿起枪去追时 下一瞬小女孩又出现在了张晨的面前 望着又出现在他面前的小女孩 张晨举起枪警惕地询问你 你还想抢我的枪不走 和小女孩却一脸害怕 说是有丧尸来 张晨一脸疑惑 不料下一秒戏子提醒 他一只匍匐者破窗而入朝张晨起 旋即张晨反手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又指匍匐者 便一二行丧尸 速度迅满 擅长跳跃 势力低下 却有趋光性 趁着张晨抓住匍匐者时 小女孩拿起锤子一把回送了匍匐 前击张晨一枪命中丧尸脑袋 解决掉了匍匐者 本以为匍匐者已经死掉了 可没想到下一瞬匍匐者又起来了 并伸出他脸上的触手朝张晨戳过去 好在关键时刻小女孩向张晨还回了戒指 接下来张晨取出子弹 给左轮重新安装好的衣 还没等匍匐者来到 只见张晨便挥到一击结果的匍匐者 但没想到的是张晨的手 在刚才战斗的过程中 被匍匐者得抓上了 男人只因身怀六颗妖子 就被小妇婆给看上并要求包养他 为了守住这六颗妖子 男人只好偷偷离开 只留下小妇婆在原地哇哇大哭 画面一转 张晨按照赵夕月所给的地图 找到了一间没有丧尸的海岛别墅 当他进入别墅后却意外发现 一只笑月狼王的诱短 可小狼王见到张晨后却异常警惕 并朝着张晨跑响 为了收服小狼王 张晨只好拿出小肉块尝试 能不能增加小狼王的好感 看着滚过来的肉块 小狼王小心翼翼地朝肉块闻了闻 在张晨期待的目光下 小狼王还是吃下了肉块 此时系统也提示到小狼王的好感度加一 当好感度达到100后 将与主人永久绑定 永不背弃 过了许久 当张晨拿出最后一块肉丢给小狼王时 此时的小狼王已经有99个好感过 在小狼王吃完最后一块肉后 张晨成功收服了小狼王 并为他命名为二胖 本想让吃过肉后的二胖喝点水 不料随着二阶段的临近 除了各种怪物开始出现 就连水也变得不干净了 到了晚上 张晨带着二胖来到海岛边 种植获得的肉属种子 并思考着如何在海岛的周围 做一个拦截网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一名白发女子和黄发男子 在共同击杀着丧尸 当他们收起击杀丧尸掉落的物品时 不料下一秒女人被一剑穿过脖子而亡 还没等到这边过来 他也被剑射中 然后双双倒地 而这一切都是另外两名玩家所做的 当红发女子要跳下去 拾起战力品时 刀疤男靠着敏锐的听觉 发现有人朝这边过来 而来人正是张晨 这个男人不仅是罕见的体质极限者 还拥有所谓的小狼王当宠物 可就是拥有这么强的战力 却总有一群不知好歹的小卡 来迷来挑戏 原来就在刚刚 张晨路过一栋建筑时 系统传来提示 小心三楼窗户 那里有两个拿着弓箭的劫匪 看到系统的提示 张晨不慌不忙地思索着 用远程武器伏击 看来有不少人栽在他们手上了 然而正当红发女匪要射击时 刀疤男却抬手势一刀 先别动 别暴露位置 这小子是从河堤丧尸聚集地过来的 然后他调出通讯界面 叫人先打打投证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张晨给通过系统提示所得知 不出所料就在这时 三个小卡拉米走了过来 回首拿刀的还嚣张地让张晨交出物资饶他不死 文言张晨却淡淡一笑 这句话我原样奉还给你 可不料下一秒 张晨背后却串出一个手拿大砍刀的大汉向他劈去 与此同时 红发女匪也朝张晨射出了剑 玄机张晨出手抓住了盗来的剑 但却被大汉给劈中了后背 看到被打倒后的张晨 刀疤男和红发妹也纷纷跳下了牢 但下一顺 张晨却突然起身结果的寸头满 而鸡肉男还想偷袭 但还是被张晨一刀砍成了两半 可刀疤男不讲武德朝张晨扔向手门 然后拉着红发妹子转身就跑 好在张晨伸手敏捷跳到了楼顶左过去 旋即便起身追去 可还没等他们同意 一条巨型丧尸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而张晨也就在这时追了上来 两面受阻的他们意识到不对 赶忙向张晨求和 提出用五成物资交换 可张晨却觉得太少要求要八成 面对着朝他们即将到来的巨型丧尸 没办法 刀疤男只好同意了 但要求张晨把刀扔过来 只见张晨面无表情地把刀扔到了地下 见张晨把刀扔了 刀疤男顿时升起了小心思 他想等丧尸在靠近点 把手雷丢过去 然后让红发女趁机捡起地上的刀 当刀疤男要掏出手雷时 却发现手雷不见了 可下一秒 红发女却一把把刀疤男推向了丧尸堆 这只小狗看上去呆萌可爱 可实际上却是传说中的笑月狼王 其实力更是能秒杀一切丧尸 就在当当 红发女为了活命 亲手把刀疤男推向了丧尸群 看着急迟而来的巨型丧尸 刀疤男却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无料红发女却拿着手雷 独自冲向巨型丧尸 然后跳跃到巨型丧尸的头顶 秒把手雷扔向丧尸 随后燃起了熊熊火光 待浓烟散去 然而巨型丧尸却毫发无伤 红发女早已不见踪命 而刀疤男却成为了 巨型丧尸的口粮 可下一秒 巨型丧尸舔了舔舌头 朝张成这边转 眨眼间就朝张成出一步 此时系统提示道 立即远离巨型丧尸 追杀女匪或是更好的选择 没办法张成只好跳向楼房逃离 就连堂刀也没来得及拿回 然而在白发女死亡的地方 却来了一群玩家 望着白发女的尸体 他们奇怪的是 为什么他们身上的物资 没有被收集中 可就在这时一个小弟朝他们喊 正老大 劫匪的身体在这里 不好 劫匪也死了 这是黑吃黑 尸体是诱饵 玄机他们便团团围起一个圈来戒备 就在这时张成追杀红大女来到了这里 然后在这里 剑底下被张成一枪给挤出掉 随即张成拿着喷子 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可张成并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收集起了掉落的木材 却意外得到了出击水质净化器图止 郑队长见张成没有理会他们 便摊开双手说道 我们只是经过这里 无意冒犯 随后让一个名叫真玉的女子过来 把准备好的储存戒指放到了地上 想不到的是张成拿过戒指 朝他们淡淡地说道 人不是我杀的 戒指既然是你们先发现的 那自然归你 说罢便把戒指丢了回去 然后转身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装了个臂 过了许久 张成站在楼顶府看着下 找了好几圈也没看见唐刀和戒指 难道被人捡了 算了算了 回家种地吧 张成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唐刀已经落到了之前的马尾小萝莉手 回到湖岛 此时的肉鼠已经开始发芽 还需120天成熟 张成消耗200个变异肥料 合成20个素掌肥料 使用7个素掌肥料进行催熟 三天后再试一次肥就差不多成熟 就在这时二胖叼着水泥走出 这些都是初级净化器净化出来的水 张成摸了摸二胖的头开心地挡 干得不错 等浇完水我们一起去打丧尸 到了晚上 张成在楼顶处射杀丧尸 而二胖则在地上变身成 效率狼王形态击杀丧尸 可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却引起了二胖的注意 少年不仅长得十分帅气 而且自身还拥有超强实力 就连玉姐见了都撩发是爱 可少年却偏偏是个直男 只留下美女不自发毛 就在刚刚 二胖为了追击一只匍匐者 而来到一条巷子 可不料下一秒 二胖头顶却突然出现了两只匍匐者 好在二胖反应过来咬住了其中一只匍匐者 不过后背也被另外一只匍匐者给咬住了 眼瞅着匍匐者在后背 二胖却怎么也碰不到 只能不断受痛安好 可怕的是 还有源源不断的匍匐者逢天而降 关键时刻 张晨一发力剑射穿了 还在空中匍匐者的脑袋 面对那些还在空中的匍匐者 张晨再次拉弓瞅准时机 朝他们射了过去 可不料却被匍匐者给拍断了 可就在这时 匍匐者突然改变方向 朝张晨再次报射而来 来得正好 省得我过去找你了 张晨取出一把菜刀 刷的一下 匍匐者便被砍成了两半 解决掉这只匍匐者后 张晨旋即又射杀了 在二胖背后的匍匐者 但此时张晨他们已经 被数不尽的匍匐者给包围住 没办法张晨只好带着 变回普通形态的二胖逃亡 嘴上还埋怨道 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 即便张晨跑得再快 但还是被匍匐者拦住了去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郑队长带领着队员 来到超市搜刮物资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被匍匐者给盯上了 陆陆续续的匍匐者朝超市而来 什么情况 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匍匐怪 眼见情况不对 郑队长赶紧吩咐队友 搬起柜子去读住他们 好在总算捧住了大门 可匍匐者的撞击 却让他们感到吃力 就在此时 众人却看到有人被匍匐者包围了 而此人正是张晨 看到张晨在匍匐者群中厮杀 众人震惊道 我靠 一刀一个 这哪是包围啊 可不料下一马 张晨后背却突然串出两只匍匐者 小心背后 张晨回头一刀 结果其中一只 然后立即速取出喷子 给另外一只来了个抱头 小萝莉只是睡了的懒觉 什么都没做 却突然成为了末日游戏中 第一名觉醒者 而少年拥有着隐藏提示系统 也才看看触摸到觉醒者的边缘 原来就在刚刚 张晨在摆脱匐者的追赶时 匐匐者却突然停了下来 当张晨还在论神之际 系统通告突然弹出在张晨的面前 检测当前游戏世界 有幸存者非法晋升为觉醒者 游戏第二阶段将提前开启 距离游戏刷新还有59秒 玄机张晨又望向了一旁的匍匐者 游戏第二阶段 右体匍匐者将进化为成熟体 威胁极大建议当前击杀 随后张晨便击杀了禁止的匍匐者 并收起了掉落的物资 趁此时的尸群还是透明虚眼 还没有完全刷出很多巨型丧尸和大型匍匐者 张晨只能硬着头皮朝丧尸群充全 可尸群一眼望不到头 完全不让人活呀 完了 要来不及了 此时距离游戏刷新还剩8秒 当还剩5秒的时候 张晨意外发现了一辆大卡车 可时间已经来不及去打开车门了 没办法张晨只好一个滑场往车底下去 倒霉的是不小心铲到了一颗石头 疼得张晨在地上直打鼓 而此时轮回者游戏第二阶段也已经正式开始 当游戏开始 张晨便迎来了第一只完全踢的扑鼓子 好在张晨及时躲了过去 个头变大了速度却没变慢 又来 好险他的速度我跟不上 九站下去肯定要死 航刀不再根本没得打 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张晨打开车门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火箭筒 张晨拿起火箭筒朝扑鼓者进行瞄准 下一秒火箭头刷的一下飞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扑鼓者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作了灰尘 与此同时 郑队长等众人被丧尸团团围住 只能拼命抵御者而来的丧尸 可怕的是 一只巨型丧尸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此刻队友们充满着绝望 完了完了 巨型丧尸都来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只又矮又胖的丧尸 在进化之后 摇身一变成为了全身充满肌肉的巨人丧尸 为了躲避巨人丧尸的追杀 郑队长带领着队友往下水道紧盖那边撤离 可不亮下水道里却突然冒出一只匍匐者来 阻断了他们的退路 也就在这时 一辆重型卡车以每秒800公里的速度 朝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而在驾驶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晨 卡车一路横推不断有能量金核收获 不知不觉收获的能量金核 早已超过系统所需的升级条件 张晨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 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 下一秒张晨周身被一股蓝色能量所环绕 恭喜您晋升觉醒者初期一阶段 天赋系统成功开启 晋升到觉醒者初期二阶段 需要1200能量金核 可危机还没有结束 张晨拿起火箭筒朝远处的丧尸进行瞄准 下一声火箭弹便以每秒800米的速度飞了出去 在众人的震惊下爆炸开来 随后在张晨的开道下 他们跟在卡车的后面冲了出去 然而在另一边 在丧尸群中马尾小罗莉猎杀着丧尸 而丧尸却没有对他发起攻击 原来他觉醒一个能变成丧尸的天赋 可就在这时一只小狗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小狗正是二胖 摆脱丧尸后的张晨开着卡车回到了别墅 此时二胖也回来了 在外面迎接张晨的回来 张晨蹲下身子抚摸着二胖的脑袋 担心地询问道 二胖你回来了呀 可把我担心死 你身上的伤怎么好了 二胖则汪汪汪地叫道 你说是有个客人救的女 还治好了你的伤 可不料下一秒系统发出威胁 小心头顶 只见马尾小罗莉握着刀从天而降 朝着张晨的脑袋插去 然而却被张晨插都轻松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把推开他拔起插在地上的糖刀 可他还装作一脸担心张晨的模样 询问张晨为什么还没有变成丧尸 但张晨却回答道 看你这样才是要试变了 对了你叫什么 而小罗莉却拍着凶途炫耀道 我叫小夕这可是我觉醒的技能 可不料下一瞬 张晨拿起糖刀朝他的脑袋砍过去 没办法面对张晨的攻击 小夕只好使用技能来进行抵挡 紧接着张晨便被四面而来的 绿色诗物所包围 绿集诗物 属诗化天赋系统 可在30秒内将包裹的异常强者诗化 面对着发怒的小夕 张晨只好举起手来投降 称我就是想要试探你没别的意思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 实际上却是一个丧尸小罗莉 就在刚刚为了表达对小夕的歉意 以及感谢对二胖的帮助 张晨提出可以让小夕扫空自家冰箱 但转眼间又变化成另一束嘴脸 拿起喇叭就让他两分半后补带 面对着张晨的无比绝情 小夕双手合十样求道 我有很多技能书和图纸 还有20个戒指碎片 都可以给你抵消火石 求你就让我留下来 然而张晨可不吃小夕这一套 然后化身成恶魔抓起他的马尾 就要把他扔出去 可小夕的下一句话 却引起了张晨的注意 我知道军火库的位置在哪里 说吧军火库在哪 一周之后再告诉你 万一我说完你就赶我走 我可就亏大法了 无奈之下张晨只好答应了小夕 并吩咐二胖贴身盯紧他 有任何一动立马向张晨报告 文言小夕转身就要回去休息 可张晨却打了个机灵 慢着你是不是还有技能书和图纸给我吗 小夕却装作一脸疑惑道 什么技能书我哪有什么技能书 听错了吧 只见张晨盾十眼冒红光 我的火箭弹好像还挺充足的 见情况不对 小夕立马展示出所有技能书了 随后张晨拿过技能书 仅用了两秒半就学会了所有技能 还收获了三十戒指碎片 回到房子张晨查看起了觉醒后获得的天赋 不料却觉醒了罕见的双天赋 分别为基因净化天赋强体 能量净化天赋起 只见觉醒后的张晨周身环绕蓝色能量 有了这能量护盾 再加上锐化糖刀 对付近战巨型丧尸也不成为 当默示丧尸降临 你知道被尸巢围攻是一种什么样的 而此刻郑队长一伙人正面临着被丧尸包围 只能一边又一边地加固着门冲 可就在这时一个榔头突然掉落到地下 原来是有人已经开始精神崩溃了 抱怨到丧尸进不来 我们也出不去迟早试个死 现在营地就是我们的坟墓 即使士气低落可一旁的真玉还是鼓励着队友 可队友却不自觉地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他的眼睛也瞬间变得通停起 下一秒他便变成了丧尸才的真玉冲过去 这时候看到情况不对劲的正队长连忙喊道 真玉小心他被咬到 就在个危急时刻 红达已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红丧尸背后一刀把他砍成了两半 此时的真玉早已被吓得尿了裤子 可红达管不了他这么多 玄机阴冷地朝众人说道 受伤的现在站出来 我给你们疼的地方安安心心活到失化 要是人我检查出来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文言众人都立马开始议论了起来 不久后一个身材瘦弱的小孩颤抖的皇子 很好 下一顺红达的刀便架到了男孩的脖子 红达你别这样 郑队长握着刀喊道 而真玉也在此时站出来 你要干什么 就当刀快要划在男孩的脑袋时 关键时刻郑队长也同时出刀 可郑队长还是低估了红达的速度 男孩还是被打掉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让他活到最后吗 郑队长面目争吟道 而真玉也眼含泪珠 当才干活就数他最认真 他一直是个很乖巧的男孩 玄机真玉指着七红达怒吼 七红达那个混蛋 说罢便要弯弓搭剑 但还是被郑队长给拦了下来劝说道 现在我们被尸群包围 绝不能起内讧 没办法真玉只好咬牙收回了弓箭 可不料下一顺 七红达拿着刀朝真玉冲了过去 郑队长见状朝七红达快速丢出火尿 七红达坦放拿刀进行抵挡 可腹部还是被炸伤 动手把打了我 七红达捂着伤口说道 而郑队长却朝手下摆了摆手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红达扶下去疗伤 转瞬又露出一副阴狠的面容 朝众人沉生荡 今天发生的事以后 谁都不许再提都给我忘掉 降临在末世的第四天 当其他生存者 还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不仅拥有一座湖岛 还在岛上种起了农作物 此时二胖正在卖力刨挖 已经成熟的肉属 看着手中的肉属 小夕露出满足的笑容 挖一猪就这么多肉属 够我们三个吃一个星期了 而张晨则躺在地上 十分悠闲指挥着它们 别光想着吃 记得收集种子 然后找时间把它们都种上 可小夕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张晨顿时黑了眼 老大肉属水分 很大感觉不易饱缝 要不我用我的湿物 给它们干燥一下 闻言张晨被吓得弹了起来 你呀是不是故意想气死我呀 想让我们变成 两人一狗三丧是吗 小夕则撇了撇嘴 这么凶蛋吗 我只是想试试吗 不放就不放 好家伙试试就试试 张晨立马查看起了 被湿物干燥后的肉属 预计湿物感染的果实 可使其具备湿毒 且不破坏其原本的外观与味道 看到有如此效果 张晨立马让小夕 去试验一株肉属看看效果 只见小夕抬手 释放出绿迹湿物 覆盖到肉属蜘蛛表面 可等了许久 小夕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张晨则在一旁告诉他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简直就是因人神气 更让张晨吃惊的是 在回收肉属时 就连系统提示明度一变 除此之外 还收获了165单位的木量 随后张晨消耗110木材 和13能量金盒 制作出10把精准的长弓 和30箭矢 把它们都交给小夕 让他去商城换取一些器用 食物 水以及金盒 还摆出一副奸商的样子 传授小夕销售秘诀 小夕则拍拍胸壶 表示保证能大卖特卖 然而就在这时 赵夕月发来了交易申请 可当张晨点击确定后 直接获得了一大堆物资 张晨顿时意识到不对劲 赶忙联系起赵夕月来 可映入眼帘 却是赵夕月狼狈不堪的模样 张晨急着问道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 赵夕月眼含泪光 他要来了 小哥哥很高兴认识你 希望这些东西对你有用 还没等张晨开口询问他地址 视频就被切断了 然而在一旁的小夕则告诉张晨 那里好像就是我上次到过的军火库 张晨一把提起小夕 快告诉我位置 快 那就是这 但上次我只敢在外围溜达 没敢深入 随后张晨朝小夕说道 现在全体触发军火库 你知道在末世当女孩遭遇危险 未见男孩最后一面 而发来最后的深情告别 可当男孩得知后 却义无反顾地前去营救 原来就在刚刚 张晨得知赵夕月有危险后 踏上了拯救之旅 此时小夕正坐在车上松了口气 幸好市朝总算退了 昨天这座城得死多少人啊 而张晨则一点担忧 赵夕月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在这时小夕发现 有人在单挑匕夕阻 原来是郑队长 此间郑队长朝仆夕者 释放出三柄飞剑 可却被仆夕者一个后仰躲过两柄飞剑 但郑队长就闪身来到仆夕者面前 抓起另外一把飞剑一剑 将仆夕者的脑袋砍了下来 看着他们的战斗 张晨开起洞察之眼 查看起郑队长的信息 体制极限者肾上腺素效果作用中 升级觉醒者还需三百金盒 这哥们是刚升的急 以异常强者的段位就赶一个人出来 比我那个时候还狠 最后郑队长还不忘 给仆夕者的脑袋补上一件 而张晨也开着重卡 在此时路过了他的身边 此刻郑队长脸上充满了震惊 我猜直接用重卡拧压丧尸 这差距也太大了 当他们来到一段空旷的路段时 张晨对着小夕说到坐稳了 煞时间卡车以每秒一坤里的速度 撞在了丧尸上 不断收获着金盒 看着眼前不断到账的金盒小夕满心欢喜 我也得到能量金盒了 好像是平均分配的 果然还是跟着老大有小福 还没在南方醒完 一个巨人丧尸朝他们前面走了过来 小夕提醒到小型有巨人丧尸 张晨毫不在意直接撞了上去 刹那间就将巨人丧尸撞得粉碎 我这可是家户版的重卡 再来几个巨人丧尸也不拒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只仆夕者突然趴在了车窗前 刀包是仆夕者 张晨一个飘移把仆夕者扫下来 可仆夕者依然紧追着不放 你来开车我去外面打了他 随后张晨和二胖站在车门前 二胖你先下去在后面偷偷跟着 扑腐者有些智力瞅准时机在冲销 完二胖后张晨旋即跳上车底 可接下来他将面临着一群扑腐者的围攻 他们是号称极致之速的扑腐者 可即便拥有再快的速度 在张晨的刀下也被砍掉一条手臂 若在刚刚 张晨在去拯救赵夕月的路上 遭遇了扑腐者的包围 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 张晨立即打开护盾进行迎战 启蒙护盾已启动有效时长15分钟 可扑腐者不讲武德既然两力夹击 没办法张晨只好先用糖刀抵挡面前扑腐者的攻击 而在后面那只扑腐者的攻击快要到来时 一个侧身让他扑了个空 随后一招斩击嘎了另外一只扑腐者 那还是大意被刚刚那只扑腐者给咬住了肩膀 好在有启蒙护盾的保护 张晨一拳轰在了他脸上 就这点能耐吗回去再好好进化进化吧 全集张晨刷的一刀斩断了他的手臂 随后张晨看着眼前的扑腐者轻裂道 还和人类比战术你们还是太嫩 再练习个两年半也还是一样 现在换我主动出击了 逼想不到的是张晨却突然改变方向 砍向了另外一只扑腐者 这才叫声东击西 见同伴被打另外一只扑腐者只好开溜 终于走再不走手都要抬不起来 还好护盾挡住10%的伤害 此时肩膀上的伤口 也被基因强体天赋效果给开始修复 可下一瞬一只扑腐者突然冒了出来 趁张晨不注意把他扑倒在了车底的边缘 只见张晨用轻烈的眼神看向扑腐者 跟我玩以退为敬你贵司 就在这时二胖 朝扑腐者扑了上去 张晨趁机脱身 然后一刀砍在他脑袋上搭了他 随后张晨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 你是懂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 干得漂亮 然而在车里驾驶的小溪却慌张地叫道 老大快进来 原来是前面有大量的巨人丧尸聚集 这是一种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 即便在平常也难得一见 可张晨却遇到了一大群巨人丧尸聚集 面对一面来袭的巨人丧尸 张晨从车顶上一跃而下 还愣着干什么快让位置 接下来重卡在张晨的操控下 摆脱了巨人丧尸的阻弹 眼看就要撞上了桥盾 好在凭借着张晨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驾驶技术 改变方向撞向了一只巨人丧尸 可重卡却同样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此时小溪留着泪双手打爆 老大你觉不觉得我们的车好像要爆 也就在这时 系统传来提示 卡车距离爆炸还剩40秒 然而车头已经开始冒火 但张晨依旧高速冲刺着 小溪被烟熏得睁不开眼 而二胖也被吓得丢了魂 老大能不能减个素 我想下车吐一会 张晨大喊不能 好在他们总算撑到了目的地 我数到三一起跳车 三二一跳 在最后时刻 他们还是安全跳离了卡车 卡车爆炸的力量 就连周围的丧尸也不能幸运 随后张晨带着小溪朝军火 铺里前进 老大我们就这样进去 不然呢在这里等 狮群过来更好玩了 可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矿突然弹了出来 地堡内有一只 实力堪比绝行者二阶段的大蜥蜴 情景盛进入 看到提示张晨顿时如遭雷劈 可接下来大蜥蜴 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体 你见过这么大一只蜥蜴 就算阿三哥来了 也得爬着出去 此刻小溪就差一点 被他给咬住 好在张晨一把推开了小溪 但自己却被吞了进去 而二胖见张晨被吃掉 疯狂攻击蜥蜴的转 此时小溪已经瘫倒在地 眼含泪水难难倒 该不会我们这次 都要死在这里了吧 可下一瞬 张晨却扛着火箭筒 从大蜥蜴嘴里跳了出来 见张晨没事 小溪顿时喜极而泣 老大我就知道你命运死不了 而张晨并没有理会 继续炒蜥蜴发生火箭弹炒火到 什么都吃只可害了自己 接下来在系统的提示下 张晨得要速战速决 趁大蜥蜴伤口 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解决掉他 玄机张晨开始蓄力 然后奋力一跃举起糖刀砍向他 不料大蜥蜴却突然伸出舌头 击中了张晨 而张晨顿时被震得吐出一口老血 随后张晨痛苦地捂着胸口 该死肋骨好像断了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正当张晨一筹莫展之际 系统提示道 眼睛为大蜥蜴的脆弱部 可进行杀伤 他的致命弱点在脊椎 随后张晨便想到了计策 小夕用失误攻击那家伙的眼睛 好 失误笼罩 失误顿时飘向大蜥蜴的眼睛 趁着大蜥蜴被致盲的瞬间 张晨再次攻向他的脊椎 现在就送你上路 大蜥蜴被刺得无能狂怒 可他还在苦苦支撑着 见他还没倒下 张晨再次用力狠狠地撕了进去 给老子死 原本还在挣扎的大蜥蜴 最终还是倒在了张晨的刀下 看着倒在自己脚下的大蜥蜴 张晨笑逐颜开 总算结束了 少年实力强大更是拥有一把神刀 即便是比他高阶的便衣生物 也成了他的刀下亡魂 见张晨击败大蜥蜴后 小夕连忙跑过去观星询问 老大你没事吧 张晨捂着胸口回答 我没事 快去找找看赵夕月在不在附近 而断裂的胸口开始慢慢修复 可小夕却遇事不慌 调出系统见面拍照 等一下我先自拍一个 晚上发去公共频道 这个我吹一年了 张晨见状立马训斥起了小夕 小夕只能哭着去寻找起了赵夕月 随后张晨开始采集起了大蜥蜴的尸体来 收获能量金合60 加速肥料10 净化者血液1 坚韧的皮革20 锋利的爪子10 系统提示 净化者血液 珍贵的药剂原料 坚韧的皮革 可用于制作能量防锯 锋利的爪子 是制作能量武器的稀有材料 随后张晨便和小夕呼喊起了赵夕月来 然而张晨突然意识不对 难道赵夕月已经死了 不可能一定不会的 就在这时 小夕好像发现了什么 老大快过来看 是窗户没错就是这里 张晨斑开堵住的巨石 果然赵夕月就在里面 可他却被感染了 好在小夕的天赋 可以消除他体内的湿毒 只是湿毒感染得很深 消除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而张晨则盯着系统提示的房门说道 没事你安心给他治疗 我在旁边守着 冰房间里面有大量的热武器和弹药 随后张晨欢喜地推开门 我靠着是装甲车 接下来张晨便回收起了里面的武器来 有了这些武器 即便是刚才大蜥蜴 我也能轻松解决掉它 可下一瞬 突然而来的声音打断了张晨的思绪 这是什么声音 你别动我过去看看 待张晨来到声音传来的地方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黄金宝箱 然而还没等张晨过去 宝箱身后的井里却伸出了一条巨手 少年历经磨难一路闯关 从开始的巧度匍匐者 再到勇闯巨人丧失灵 最后栗战变一大蜥蜴 终于来到了宝藏的面前 本以为已经顺利通关 可没想到的是宝箱背后的井里 突然伸出一只巨手来 此时的张晨开始不受控制的全身发抖 下一瞬一个长着牛角的脑袋也随之出现 意识到不对的张晨立马呼唤起了小夕 小耗子快去铁门房间来开车块 小夕闻眼跑过来 老大怎么了 治疗还没完成呢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怪物啊 面对着已经录出什么 张晨只能使用火箭筒来拖延时间 还不忘回头嘱咐小夕 耗子你快带赵夕月先走 我来拦住他 可令人吃惊的是 火箭谈居然对他毫发无伤 此时系统对他展开了介绍 便以三型丧尸巨台 拥有超强的力量 速度 反应和抗击打能力 能够施展阴波攻击 看着系统的介绍 张晨顿时感到了无语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这头码还算是丧尸吗 好在这是巨坦的眼睛 被绿色雾气给遮挡 原来是小夕士放出了失误 趁着巨坦被干扰期间 张晨动身一跃 举刀劈向了巨坦的后背 但下一瞬 张晨连人带刀都被震飞了出去 连皮都没有刮破 反应过来的巨坦扭过头来 深吸一口气 最后朝张晨重重地释放了一次 因果攻击 好在张晨伸手敏捷躲过去 转身跳上了装甲车 但此后巨坦被张晨气得爬了 然后蓄力重重地垂击在了地面 地面顿时被垂得四分五力 而装甲车的位置也开始坍塌下去 紧接着掉下了一个地洞 此时的张晨还在车里郁闷 为什么巨坦出现时 没有弹出隐藏提示警告 难道系统就是想让我掉下来 刚刚一声 装甲车终于落到了地面 但可怕的是 他们居然出现在了怪物的孵化潮雪 这个男人一场小气 只因这个巨坦丧尸吐了他一身口水 他却带人偷偷把人家的老巢给烧了 可不料被回家的巨坦丧尸给发现 只能开车落荒而逃 逃跑时还不忘继续添油加醋 完事后还赏给他一个大笔 最后还掏出火箭头 给他急切地来了一发小飞棍 感受到来自张晨的关爱 巨坦丧尸只能感动白手送他们离开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成功烧毁天阳市怪物孕育潮雪11%面积 特此奖励二级宝箱一个 请注意查收 可张晨看着系统面的却惊讶到 居然才烧了11% 这孕育潮未免也太大了吧 然而就在这时 张晨注意到了一个绿色的身影 该不会又是一种新型怪物吧 系统隐藏提示 便一二型丧尸 毒液孕者 能吐出极高腐蚀性的毒液极其危险 啊呸 毒液丧尸不讲武德潮装甲车吐了一口毒液 装甲车的外壳瞬间就被腐蚀掉 可没想到的是 张晨一把抢过小戏的方向盘 然后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许久后终于逃出了洞穴 此刻他们两人相同而合 终于逃出来了 下次咱们再也别来这个鬼地方了 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 地堡那边的丧尸也紧跟而来 面对如此的行事 张晨咬紧牙关全力加速 被绕到中 不然天阳市就要毁了 然而最难缠的海水那些匍匐者 眼看有一只匍匐者就要进来 张晨一刀刺穿了他的脑袋 可就在这时 赵夕月的尸毒突然发作 赵夕月的尸毒还没有清除干净 再不治疗就要失变了 你放心去给他治疗 丧尸我来处理 随后他们便分开行动 只见张晨一手AK一手火箭筒 在张晨的火力压制下 丧尸们都成为了物资 来吧来吧 老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火力倾斜 可面对巨坛丧尸 普通武器对他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于是张晨扛起超级火箭筒自信道 我就不信 几千吨的立交桥还压不死你 只听轰的一声 立交桥开始向下方的巨坛丧尸压去 在几千公众的压力下 巨坛丧尸发出痛苦的怒吼 他是丧尸中的王者 拥有众多的丧尸血 但如今他却被张晨火力吊打 被困女河道中苦苦着 摆脱后的张晨安全回到天阳市 此刻在天阳市的街道内 郑队长等人在此清理着周边的丧尸 张晨的路过让他们原地米滴 随后引起众人的羡慕 快看居然有人开上装甲车了 回到别墅 张晨把赵夕月放到床上 此时的小夕和二胖已经泪成狗 坐到地上导火就睡 可下一秒张晨的一句 今天幸亏有你小夕 辛苦你 当他顿时争大意 紧接着抱着张晨的大腿痛哭流涕 老大你终于不叫我小浩总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张晨拍拍他的头安慰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带小夕回去睡觉后 张晨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查看起收获 打开今天所得到的二级宝箱 除了获得一些户外工具 以及一份高级宠物口粮 天赋水晶可以加点天赋 能量铠甲可以减少25%的伤害 宠物口粮会加速宠物成长速度 随后张晨便进行了天赋加点 在四个天赋点上 选了聚能打击和狂怒 恭喜你成功点亮狂怒和聚能打击两大天赋 紧接着张晨身体呈现出红蓝两股能量流动 眼睛也分别显现出两朵红蓝火焰 而手臂也出现红蓝火焰印记 这就是聚能打击 第二天清晨 正躺在沙发上睡觉的张晨 被一股肉香给产起 原来是已经痊愈的赵夕月端着肉鼠走过 谢谢你救了我 今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文言张晨摆了白手 别这么说 上次不是你的药 我都活不到今天 咱俩算是扯平了 可在一旁的小夕却被迫吃着狗粮 顿时就黑了脸 你们就别逆逆歪歪的了 赶紧吃烤肉鼠吧都快凉了 可他们却依旧你蒙我浓的 受不了的小夕指着窗户 老大快看剧坛丧尸来了 张晨摆是警惕在哪 却发现窗户啥都没有 好几个小耗子 居然敢耍我 看着他们在打闹 一旁的赵夕月只能笑着劝了 吃过早饭后 张晨他们开始给肉鼠施加起肥料 赵夕月趁此把身上的技能书交给张晨 然而张晨却发现了一本名叫染穴的日记 在这个丧尸横行的末世世界里 男人却享受着玉姐为她做饭的生活 就连小萝莉也主动投怀送抱 就在当当张晨从赵夕月那里 得到了一本染穴的日记 宏中知道了这个世界丧尸由来的真相 而丧尸还只是小菜 变异昆虫和植物才是人类的噩梦 但令张晨没想到的是 这个世界居然有武装机甲 为了尽快提升实力 张晨等人出来猎杀丧尸 二胖化身孝月狼王在尸群中乱杀 赵夕月站在楼里朝着丧尸发射火箭的 小心磨叽一代两眼 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丧尸都化成了灰镜 而张晨一个抬手释放聚能打击 红蓝两股能量交替贯穿了整个街道 施法结束后的张晨手掌被烧得通红 看来这招以后只能作为压箱底的杀手锏来用了 接下来张晨开始回收掉落的物品 此刻升级觉醒者初期二阶的条件也达到了要求 旋即张晨毫不犹豫地点击升级 成功晋级觉醒者初期二阶 获得四点天赋 升级三阶段需要能量金合六千 伴随的还有聚能打击也得到了强化 紧接着开始进行天赋夹底 掌握了灵猫反射和副甲一方两种天赋 随后张晨便试了一下灵猫反射 哇老大你居然会顺应 这只是我的天赋 你还差多少金合升级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 小夕摆了白手转放话题 对了老大那些仆妇者怎么一直也没见着 对啊让我来看看他们在哪 旋即张晨发动洞察之眼 周围的大楼变得透明起 原来在这里 此时赵夕月也成为了一场强壮者 不错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青角天阳市所有的仆妇者 那些还在啃食的仆妇者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下一刻一颗爆炸弹划过 瞬间在仆妇者群中爆炸开来 只见张晨出现在墙洞处嘲讽道 以为学会放哨了 就逃得了吗 小夕等会我把仆妇者赶到陷阱里 一口气用弹药弄死他们 收到 在另一边 齐红达与郑队长发生争执 因意见不合带领其他人 今晚去商贸区站 看着他们离去 郑队长担心道 丧尸没来 人货却要来了 到了晚上 此刻张晨他们已经回到别墅 吃起了丰盛的晚饭 最后一道压轴菜金玉满堂来了 而小夕早已馋得双眼冒光 这些都是我的 谁也别和我抢 看来你不止在这个世界饿得很 没穿越之前你家很穷吗 见张晨询问 小夕又开始立马转换话题 其实小夕并不是穿越者 而是这个世界的人 吃完晚饭后 张晨宣布明天的计划 现在城里的丧尸已经不够杀了 在下个游戏阶段到来之前 我们必须去地堡拿到日记里的武装机器 你敢相信 眼前这坨答辩居然是一份高级宠物口粮 就连狗见了都嫌弃 可他那个不靠谱的主人却将其头位给他 下一瞬二胖顿势瞪大了眼 紧接着一股浓浓的飞烟从他的身体散发 把他笼罩在其中 过了许久 一只爪子从中叹了出来 只见二胖化身孝月狼王霸气登场 不仅体型变大 身边还伴随着两道分身 张臣见状马上查看起了二胖的鉴定 此时的二胖已经成长为少年期阶段 还获得了一个备化战斗和野性呼唤 备化战斗可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野性呼唤则可以召唤两只孝月狼仔出来战斗 随后张臣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道 不愧为SC战宠 以后家就交给你了 不能让任何能动的活物进入小岛 一切都听从赵希悦安排 接下来我们一起出发去地堡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西红达带领着小弟 在商道区猎杀其他营地的人 其中一个胖子指着西红达指责道 这就是你们体育馆营地的作风吗 骗我们来这里搜刮物资 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可西红达却把锅甩给正对着 别怪我 都是我们老大郑浩的命令 我们也没办法 随后西红达又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心态 把他们都给放了 待他们离开后 西红达立即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郑浩你不是一直想要给营地塑造好形象吗 我偏要让你们恶名远扬 还没打他高兴完 可不料下一瞬 他便被子弹射中倒飞了出去 原来是另一个营地的人做的 而在地堡这边 小西遇到了一只毒液丧尸 被吓得马尾都竖了起 好在小西现在是丧尸状态 撞起胆子向他发问 看什么看 我问你知道武装机甲在哪吗 毒液丧尸摇了摇头好像能听懂小西的话 见问不出来 小西又换个角度询问 最后毒液丧尸只在了地下 在另一边 张成靠着巨能打击拖延着巨坛丧尸 小西怎么还没有找到机甲 老子快要撑不住了 而小西顺着毒液丧尸所指的方向向地下走去 来到了机甲的存放了 太好了终于找到武装机甲了 罗里小西凭借着他那可爱呆萌的外表 就连充满浑身毒液的毒液丧尸 也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 就在刚刚 小西按照毒液丧尸的指引 找到了武装机甲的存放了 从头的数量来看仅有四架机甲 而且只有一架是完整 其他的只能算作为零件 不过完整的那架看起来也坏掉 随后小西开始联系起张成 告诉了张成机甲的位置和机甲的损坏度 以及附近有五只巨坛丧尸 此时的张成早已伤痕累累 富贵险中求 待会我先去引开巨坛丧尸 你做好准备战斗 还没等小西答应 张成便挂断了通话 下一兽五只巨坛丧尸 被突如其来的火箭弹给轰炸吸引了出去 随后张成一个顺移出现在了小西的面前 小西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这都是老大干的吗 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张成没有理会玄机开始修复起了机甲 别废话 快用失误把这里围起来 巨坛很快就会回来了 维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在张成的机械维修进去 机甲开始进入维修状态 预计需要三十分钟 而打工人小西只能含泪去拖延 张成不放心小西 转手又给了他一百颗手维 面对过来的巨坛 小西抬手释放出失误 扛着火箭头冲了上去 在失误和火箭头的配合下 小西在巨坛中游刃有余 紧接着拿出手内 随后一口中传出阵阵的语言 轰炸过后 小西也已经淡尽凉绝精疲力尽 可巨坛还是没有倒下 接下来小西该怎么对付 即将而来的巨坛丧尸 糟了糟了 小西即将葬送在巨坛丧尸口中 此刻的小西早已没有了力气 眼看巨坛丧尸具体近 就在这时洞口处传来的动点 下一顺张晨驾驶的机甲飞的车 随后快速绕过巨坛丧尸群 降落到小西面前 快你先把机甲开回家 我去把巨坛丧尸引开 交代好小西后 张晨跳出机甲迎向巨坛丧尸 而小西则驾驶机甲飞回别墅 面对巨坛丧尸猛烈的攻势 张晨打出一发巨能打击 大时间巨坛丧尸群被打得动弹不弱 与此同时在别墅 甄鱼来找张晨帮忙对付外国人 可却被守家的二胖当作为入侵者 遭到二胖的攻击 画面一转来到齐鸿达被绑架的地方 此时的郑浩独自一人带着物资 赶来营救齐鸿达 但那黄毛老外不仅拿了物资还不放人 还要送郑浩他们去西北 而郑浩早已预料到他们不守信用 下一瞬拨开衣服亮出绑在身上的炸弹 黄毛老外见证 二话不说立马就放他们离开了 待郑浩他们远离爆炸范围后 黄毛老外紧接着分速一旁的光头手下 前去截杀郑浩 面对拦截的光头 齐鸿达却在这时指责起了郑浩 为什么不把兄弟们都叫管 正当他们还在争吵之际 下一秒二胖却突然出现在了光头的背后 看着眼前出现的二胖 齐鸿达还以为是郑浩找来的帮手 可紧随而来的甄鱼在他们背后 不喊道让他们赶紧离开 郑浩见情况不对劲 丢出一颗烟雾弹掩护逃离 而一旁的光头已然葬送在二胖狼口 在另一边 黄毛老外还在疑惑光头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活 殊不知二胖早已杀到他们这里 面对扑袭而上的二胖 黄毛他们纷纷开枪射击 然而这对二胖根本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随后二胖召唤出两具分身 在分身的配合下 黄毛等人也葬送在了二胖口中 逃出来后的齐鸿达他们 却因为真欲的出现 开始分到扬镳 此时的齐鸿达心想着迟早把正号给代替掉 过了许久以后 此刻的齐鸿达正趴在一幅草坤中 而他前面正集结着一伙樱花国的幸存者 为首的秃头是来天阳市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 随后他吩咐手下把宝箱放到视野开阔的地方 用来吸引更多人过来击杀 就在这时 天空传来阵阵轰鸣 小夕驾驶着机甲回到了天阳市 下方樱花国的幸存者纷纷抬头望向空中 小夕看到下方的樱花国幸存者来者不善 玄机操作着机甲假装朝他们开火 打算吓一下他们 在准备开火之急 随后紧接着一个华丽的飘逸飞走 趁樱花国人还在纷纷躲避 一旁的齐鸿达悄悄向宝箱走去 打开宝箱居然得到了一瓶攻击体质增强剂 这一次我一定要比你正好先一步成为觉醒者 而在别墅这边 二胖带着黄毛他们的空间戒指和武器回到了别墅 紧随回来的还有小夕 而张晨还在开着装甲车在赶回来的路上 看着眼前赵夕月他们打来的视频通话 张晨得知了小夕误打误撞拯救了天阳市 为了防止他们的暴露 张晨安排赵夕月在附近设好埋伏等他打来 正好就拿他们这群人的物资来修复机甲 过了两分半 赵夕月和小夕扛着火箭筒在高楼等待他们的道路 见他们进入到了射程 赵夕月一方便当分在了他们的坦克上 不过也因此暴露了位置 被他们给火力攻击 无奈之下只好慌忙逃离 落实之下 除了要面对可怕的丧尸外 还要防备阴险狡诈的幸存者 就在刚刚 小夕驾驶机甲回来 不料却被樱花国的幸存者给惦记上 此刻的他们正遭到秃头等人的火力围攻 楼下的秃头在楼下喊话 只要赵夕月他们交出机甲就放过他们 可即便如此 小夕还是强忍的名言 也绝对不会把机甲交出来 而赵夕月则是希望守在另一个路口的二旁 能够及时赶过来支援 眼见赵夕月他们不肯交出机甲 独头驾驶 射出一道剧烈的火焰 面对即将而来的火焰 赵夕月赶忙让小夕趴下 就在这时 小夕听到一声汪汪汪的叫声 这声音是二胖来救我们 趁现在我们赶紧跑 只见二胖从天而降 一找拍在了坦克的发射管上 樱花果等人见证 纷纷改变射击方向对着二胖攻击 而在坦克内的秃头则是操作着瞄准镜 对准在人群中厮杀的二胖 剧烈的火焰燃烧 还在逃跑的小夕驾二胖被灼烧 悲痛的要跑去营救二胖 却被一旁的赵夕月给拽回 现在还不是报仇的事 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才能给二胖复仇 随后赵夕月带着小夕快速逃离 可没过多久就被追了上 眼看就要被抓住 下一瞬 张成开着装甲车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老大二胖他嘎了 小夕悲痛的对张成哭诉 张成得知二胖被送去了西部 整个人都试了神 什么二胖他敢 我一定要这群小日子付出代价 不过以现在的武器还对付不了他 我们把他们引去巨坛丧尸那 玄机张成开着装甲车 把他们带进了山洞 在山洞的巨坛丧尸进了沉洞心 硬重地朝地面锤了下去 地面顿时被锤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又是蓄力一击 刚探出身子的秃头 还在惊讶着到底是什么怪物时 下一秒就被巨坛丧尸锤得灰飞烟灭 而巨坛丧尸也因蓄力一击 陷入了僵直状态 张成得到系统提示后 不仅大愁地报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趁着巨坛丧尸还在僵直 张成飞速跃上他的眼睛 紧接着一刀插了进去 没过多久巨坛丧尸便因流血过多去了西北 应恭喜你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击杀巨坛丧尸的幸存者 奖励三级宝箱一个 可不料张成却因为旧伤复发 图了一口气 小夕他们健壮赶忙跑去 张成你怎么了 眼前这个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 是丧尸中的王者巨坛丧尸 也还是倒在了这个男人的刀下 就在刚刚 张成以自身重伤代价击杀巨坛丧尸 待张成离开后 躲在暗处的幸存者出来搜刮战场 然而却被另一伙赶来的人当场击毙 此人名叫赵仁川 是狼牙幸存者营地的对手 而击毙刚才那两层的 是这名蒋成城的女居基数 也隶属于狼牙幸存者营地 此刻的他们正在找寻张成 想把他拉入营地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此时张成他们正寻找二胖的下落 可下一顺 系统传来危险警告 有五只蒲腐者逼近 介于玩家的伤势 建议宿主快速撤离 系统提示刚落 张成的背后就出现了一只蒲腐者 紧接着剩下的四只 从四周陆陆续续朝张成他们包围 一旁的小溪见状有些担心 这么多蒲腐者还是二型的 老大的伤还没好 这样下去不行啊 张成安慰道 这都是小意思 你们小心一些 严霸张成他们各自迎上了袭来的蒲腐者 只见张成一刀洞穿一只蒲腐者的脑 随后又是一击横扫解决另外一只 可就在这时 地面传来喷的一声 惊得张成赶忙扭过头去 只见一只眼冒红光 满嘴獠牙的凶兽出现在了张成的面前 面对袭来的凶兽 张成还在埋怨系统 为什么没有提示这个威胁 就当他就要靠近张成时 却突然一个急转弯绕到了张成身后 顾上背后的蒲腐者 张成有些疑惑 他为什么没有攻击物 只顾着吃丧尸 等等吃丧尸 还有这个声音该不会使 而在小夕他们这边 此刻的他们正在火力击杀周围的丧尸 下一步就要去跟张成会合 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远处的角落中正有一名女子盯着他们 就在这时 张成击杀着丧尸发现了女子 女子被吓得目光呆滞 连忙跪下囚牢 张成眼神一灵沉声说道 你是樱花国的人 不好好在江北待着 到我龙国这边干什么 恰好这时赵夕月和小夕也赶不过来 张成发生什么事 而眼间的小夕却注意到 张成怀里抱了一个东西 老大你怀里的是啥 张成微微一笑 你们看这是谁 你这是什么呀 黑乎乎的简直丑暴 小夕一脸嫌弃 地旁的赵夕月惊呼 他难道是二旁 没错他就是二旁 随后小夕和赵夕月喜结而泣 朝二旁抱去 可还在地上的小日子 趁张成不注意食欲想逃跑 哼的一声一把刀树立在了他面前 想逃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张成英冷道 我叫小美不是樱花国人是龙国人 小美瑟瑟发抖回答 紧接着他又使用出美人计 想要诱惑张成 张成脸色顿时一飞 给一旁的小夕二女都看待 你敢相信 狼牙营地队长赵龙川 居然是赵夕月的哥哥 而赵龙川得知张成这头猪 哄了他妹妹这颗好白菜 将会如何对待张成这位妹夫 就在当前 张成面对小日子的美人计 依旧不为所重 女人只会影响他的拔刀速度 于是他将计就计 让小日子交出储物界 把他带在身边陪他演戏 当他们路过一座大桥时 被前方鼓桥的地刺戳爆了车胎 好在张成控制着装甲车 撞到桥边停了下 待车停稳后 交代好赵夕月他们好好待在车内 张成纵身跃出车外查看 可下一瞬系统提示 张成已进入射击范围 需尽快寻找掩体 紧接着便是突如其来的子弹 张成急忙向后飞撤 同时根据枪声锁定在桥梁上方 原来偷袭张成的 是狼牙营地的蒋晨晨 而且在张成的前方 一个人影正向他靠近 此人正是狼牙营地的队长赵龙川 你就是清空军火库的人吧 可以出来聊聊吗 张成躲在装甲车后面警惕的 我刚才差一点被您抱头 就是为了跟我谈谈 而在车内的赵夕月看着赵龙川 热泪盈眶高兴道 是他错不了他 连把他飞快地跳出车外 张成见状连忙喊住赵夕月 夕月危险跌过去 见张成欲要跟着过去 桥上的蒋晨晨也哒哒哒来到张成头顶 随后动身一跃跳到张成面前 可出乎意料的是 蒋晨晨却把手上的狙击枪扔到了地上 连冒这么重的杀气 我道歉还不行吗 张成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有些猛 而在这时 背后的赵夕月出声道 陈哥等一下这都是误诺 这位是我的哥哥 乃妮这是你哥哥 赵龙川面带微笑介绍自己 随后他们坐了下来 讲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并向张成发出邀请加入狼牙 一起对抗即将到来十万以上的丧尸潮 张成和赵夕月文言顿时愣足 什么十万以上的丧尸潮 是的没错 面对这种规模的尸潮 我们龙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 这也是我招募强者和搜集军火物资的原因 而且我们在南部建立了幸存者基地 已经有许多龙国人到那里了 张成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吗 赵龙川向张成发出邀约 张成低头沉思片刻 随后吐了一口气 如果真的有世潮来袭 我会把他们都统统拦在天阳室外 赵龙川和蒋陈陈文言 被张成这番话震惊的邓大了 而赵夕月听闻急地开口劝警 陈哥你一个人怎么能 却被赵龙川抬手打断 接下来张成让赵夕月选择跟他还是哥哥 他不会抢错他的去留 赵夕月还想挽留张成 让一旁的哥哥再好好劝劝张成 可赵龙川摇了摇头向他诉说 以他击败剧坦丧尸的实力 说不定真的能够抵挡住丧尸潮 至少他是一定能在这个公坏的世界 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听到哥哥这样说 赵夕月似乎知道他该怎么选 我不是很早就选择好吗 一边是疼爱他的哥哥 另一边是他喜欢的男人 最终赵夕月还是选择了张成 为了庆祝赵夕月归队 张成和小夕月 为他准备了一桌好吃的饭菜 可饭桌上小日子 装出一副绿茶样子 时不时在赵夕月面前摆弄自己的茶意 但这一切在张成眼里 不过是陪他逢场做戏吧 晚饭过后 张成偷偷叫来二盘 让他晚上盯紧小日子的一举一顿 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 回到卧室 张成调出系统面前 何知营地系统已开放 是否要创建属于自己的营地 营地有三种类型 分别是避难所 幸存者营地 神秘组织 鉴于当前张成的实力水平 系统建议张成选择建立神秘组织 而创建者的实力需在世界前一千名内 成员加入最低要求 也要在一百万名里面 一旦加入组织成员 将会永远效忠首领永不背叛 建立还需要消耗一千能量金盒 随后张成听从系统的建议 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名为孟宁 听恭喜您成立孟宴组织 您即是组织的创始人 也是第一任首领 虽然现在张成已经创建了组织 但他还是一个光感私利 小夕和赵夕月战斗力 还没有进世界群一百万 没达到加入的最低要求 就在这时 小日子突然出现在张成卧室 给张成吓了一跳 还卡托为成猫儿娘的样子 问张成续不需要他帮忙 张成看着他黑黑一笑 哦原来你是过来帮忙啊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夕和赵夕月做好早餐 等待张成下来吃饭 只见张成一脸疲惫 和小日子一起走下了 实际上昨晚 张成让小日子打扫了一五年事 给他气了咬牙切齿 吃过早餐后 张成他们一如既往出来清扫丧尸 相比于上次清扫丧尸 这一次丧尸明显变少了 收集到的物资也少得可怜 此时张成心里思索着 小日子说不定知道丧尸聚集地 于是他开口询问 小美你知道之前那些朴术者 是从哪里来的吗 小日子回答道 是一处防空洞 哥哥你要去吗 可他心里却是计划着 把张成引到防空洞给嘎掉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齐红达利用队友 来吸引周围的丧尸 到布置好的陷阱 待丧尸到达范围后 正好把一块巨石推了下去 把丧尸都送去了西北 此刻张成正站在远处 看着这一切 系统提示张成 发现世界前一百万名 符合加入组织 而此时正好也因为刚才的动作 吸引来了一大波丧尸 就当他要被匍匐者吃掉时 一把刀刺穿了匍匐者的脑袋 救了正好一命 而救他的正是张成 看着来人是张成 正好和张成含蓄一会 感谢张成的帮助便带着人离开 过了一会 张成在小日子的带路下来到防空洞 见防空洞居然被堵住 张成毫不犹豫拔出手雷丢了进去 咚了一声 洞口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待爆炸过后 张成和小日子走了进去 然而小日子在其背后露出了阴险的嘱嘴 眼前这个大波浪妹子名叫小美 别看他长得俏皮可爱 实际上却是臭名昭著的小日子 他隐藏身份跟在张成身边 自己把张成打掉 可最后却被张成给送去了西北 就在刚才 张成在小美的带领下来到航空洞 一进去便迎来了不少的丧尸 一变如可 在张成凌冽的刀光下 他们还是如此不堪一击 下一瞬 轰封口传来沙沙作响 张成一刀挥了过去 原来是一只匍匐者想要偷袭张成 解决完周围的丧尸 而一旁的小美趁机向张成拍起马屁 好厉害呀哥哥 这么多怪物都被你一下解决了 可张成并没有理会 而是收集周围掉落的物资 随后招呼他继续往前带路 殊不知此时的小日子偷偷从储物界 拿出了一把小刀 过了一回 当他们路过一个身不见底的巨坑时 系统提示张成 下方困着一只饥饿的巨坛丧尸 紧接着系统再次提示道 小心身后 不出意外你两秒半后将会掉入深坑 下一瞬 小日子举起小刀向张成刺取 张成躲闪自己掉下去 小日子见张成掉入深坑 随后放肆大笑起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张成在掉落的过程中 用刀插进墙壁内掉在了半空中 望着下方的巨坛丧尸 看来先要解决这家伙才能过去 让我看看有什么好对付他 有了就是这个刚才收集的汽油 黑二傻看这里 张成朝巨坛丧尸喊道 紧接着一通 汽油从上方朝他砸了下 巨坛丧尸见证 一拳拳轰在了汽油桶 汽油瞬间洒在了他身上 这个精神差不多了 张成立马将其点燃 随后借助燃烧产生的汽油 一脚跃了上去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小日子在实验室翻找资料 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 于是他打开视频通讯 联系上另外一个小日子 询问他是不是情报有误 还不停在他面前搔手弄姿 但下一秒 他被一刀刺穿了胸口 只见张成缓缓出现在他身后开口道 要不是你急着告诉他我的住宿 兴许你还能多活一会儿 随后小日子带着惊恐的目光倒了下去 接下来 张成拿出很早之前得到的染血日记翻看 一样的标记 他们难道是想找这个 这群小日子到底想干什么 正当张成还在思索之际 小夕打来视频通话 老大跟你想的一样 那个女人就是樱花果 你们装作难民 果真遇到一群小日子出来抢物资 他们还绑架了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 什么那赵夕月没事吧 张成急忙询问小夕 小夕被他这话气 没事我们都没事 接下来 在小夕推断下 让张成去看一个叫吴今日的直播 他似乎和那些小日子有关系 张成找到那个人的直播间 一打开便看见他在大坏里 一边吃还一边在不停夸奖小日子的 然而他吃着吃 却突然摆出一副呕突的审视 下一瞬直播间突然关闭 而在另一边小胖子忍不住吐了数 此时的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一鸣小日子走到他面前威胁他 要么继续吃下去 要么就跟他们一样被嘎掉 与此同时 张成找到实验室的密码 在系统的提示下 得知密道的通关密码 而密道的后面等待张成的将会是谁 少年穿越来到丧尸横行的末日世界 靠着获得的隐藏提示系统 多个化潜微一绝处逢生 隐藏物资更是拿到手软 当他还在为眼前的密室开门发愁时 隐藏提示系统直接告诉了他密码 打开密室大门 没想到里面全是武器弹药 给张成整个人都看呆 其中步伐有对抗巨坦丧尸的强力腐蚀炸弹 以及全球唯一的驱从药剂图纸 最断位低于自己的玩家使用驱从药剂 玩家被洗脑成使用者的忠诚仆从 可以随意指挥拆遣 看着手中的驱从药剂图纸 张成难难道 要是这东西落到小日子手里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张成发现柜子有些不对劲 一阵后面好像有个洞 随后他用一堆柜子 蹲下身来钻了进去 一阵不是之前军火库的保安室吗 原来这里居然连接到了防空洞 看墙壁上的字 那些小日子居然也到过这里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正好他们一行人跟着人群 来到江北小日子的基地 一名黑帽男发动洞察之眼 打量起正好他们的战斗力 这群人实力不错 把他们送去实验室 上山一定会很高兴的 一旁的黄毛黑黑一笑 但下一瞬 黑帽男似乎发现了什么 不过巡视一周也没发现 原来是赵夕月和小夕偷偷跟了过来 黑帽和黄毛剑没什么异样 便朝众人走了过来 随后他们拿出物资放在地上 这些都是我樱花国的小小心翼 还请你们不要客气 众人也不废话连忙冲了上去抢拿物资 然而当其中一人打开箱子后 里面居然放着一枚定时炸弹 下一瞬到即时归零 炸弹爆炸开来 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通通倒在了地上 来人把他们都抬进营地 躲在角落的小夕健壮不禁恼怒道 我就知道这群小日子没安好心 天下哪有免费午餐这等好事 而一旁的赵夕月忍不住流泪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们抓这么多的龙国人干什么 与此同时在别墅 张晨已经从防空洞回来 一回到家里 二胖就屁颠屁颠地摇着尾巴跑了过来 一赵夕月他们还没有回来吗 对了二胖 我给你带回了一样好东西 这是我刚得到的高级宠物口粮 上次你受了伤得好好补补 二胖看着眼前这头奥力给顿时黑了脸 流着泪发出汪汪汪的抗议 张晨还误以为二胖是被他感动的痛哭流泌 就在这时 小夕突然打来视频电话 老大不好了 夕月姐要去小日子基地 我拦都拦不住 你快想想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 龙国人被抓 夕月姐说没办法坐视不理 张晨捂着脑袋感到有些头痛 我知道了 你们注意安全我这就过去 随后他吩咐好二胖看好家 留下一大堆高级宠物口粮便赶了过去 而在另一边 此时被迷晕的众人已经醒了过来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黑暗中树不清的星红双眼 以及来自小日子冷漠的凝视 面对蜂拥而出的朴鼠子 即便是逃跑也无济于事 唯一能做的只有正面对抗 而小日子上山看着他们 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意思 于是从空间中取出一堆武器 把他们都丢了下去 想活命的话就努力加油吧 我已经准备好和牛火锅给最后的幸存者了 小日子上山一脸坏笑地对着众人调侃 此时的齐红达早已把小日子怒骂一个遍 然而下一瞬 一只朴鼠者朝他扑了过来 没办法的齐红达只好拿起地上的斧头 硬着头皮朝朴鼠者衣服劈了上去 而另一边 赵夕月假装投降来到地下通道 见赵夕月长得好看且没有危险 于是小日子幸存者纷纷向他靠拢 但这一切都是赵夕月使出的美人计 待小日子欲要下手之际 趴在上方的小夕出声道 小巴格看上面 下一瞬 小夕从嘴里吐出一大口失误 小日子来不及反应 便被失误感染成了丧尸 怎么样夕月结我这招厉害了 这都是老大教我 小夕眼冒金光看向赵夕月 赵夕月夸奖 这招声东击西是挺好的 但下次别再找我当诱饵了 这次不得已才这样做 你先过去救人吧 随后小夕来到众人被关的铁笼前 用失误打开了铁锁 紧接着又解开捆在正好身上的铁链 可做完这一切 换来的不是感谢 而是来自众人的指责 你们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把那些小日子嘎掉 害得我们被抓了起来 一旁的正好看不下去怒口道 够了要不是他们来救我们 我们早就去了西北 接下来 赵夕月朝正好交代了一些话后 让他带着其他人离开 便和小夕赶去了下一处地方 画面一转 此刻的齐红达凭借着 异常强壮者的实力活到了最后 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突破了人体极限 杨子你下去挥挥他 上山朝一旁的杨子分锁他 随后杨子碰的一声跳了下去 不说朝着齐红达用力踢去 齐红达心里一惊 好强这个娘们实力至少是觉醒者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需要你带路帮我干掉 湖心岛的那个男人 小日子上山一脸阴森的回忆 愤怒了 愤怒了 老好人正好这次是真的愤怒了 即便他有着再好的脾气 也忍受不了这群圣母的道德绑架 就在刚刚 正好按照赵夕月的指示 准备带领这群幸存者 逃离小日子的营地 怎料他们却赖在原地不打算离开 还不停地说着赵夕月他们的坏话 那两个女人一看就没安好心 只给了我们武器没留食物 就算出去也是恶嘎 还不如在这里算了 文言正好怒视道 够了 你们难道还对小日子抱有幻想吗 话音刚落 他们就纷纷开始指责 什么叫幻想 他们也没对我们做什么 就是你攻击那个樱花国女人 才连累我们被关起来的 听着耳边传来的不断谩骂和指责 此刻的正好心中已然开始生疼怒骨 口中时不时发出冷冷的嬉笑 吓一顺 但也忍受不了 发出面目猙獰的放肆狂笑 原本还在指责的众人当场停了下来 真是讽刺啊 我那么拼命地保护你们和营地 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指责和守博 或许从一开始 你们根本就不值得被保护了 因为你们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也许我早就该听齐红达的话 猎嘎人类得到的经验比猎嘎丧尸来得多 随后原本幽暗的地道 散发出暗红的气息 传来阵阵惨叫和救命声 而刚才还在指责的众人都统统倒在了地上 只剩下最后一人站着 别嘎我 我是一场强壮者 我可以帮你的 小卡拉米浑身颤抖的哀声求饶 文言正好冷冷暗笑道 你既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想投靠小日子 在这个故事里 懦弱 无能 胆怯 自私都可以被原谅 唯独叛徒不可以 只听扑斥一声 最后一人也跟着倒了下去 接下来正好便开始收集掉落的物资 随着系统不断传来获得金河的提醒 丁 你已满足升级条件 是否升级为觉醒者 正好没有丝毫犹豫 下一瞬一股能量缠绕着他 此刻的他已然成为了一名觉醒者 画面一转 此时的张晨来到了小日子营地门前 在询问赵希悦他们现在的情况后 正准备潜入进去会合 不料这是营地大门突然打开 就见一辆辆车驾驶而出 哦那是正好的跟班 差点就把他误杀了 不过听他们之间的对话 要实验提示呢 我来陪你们玩玩 黑帽男辈突然出现的张晨吓了一跳 杨子我的洞察之眼看不到他的等级 他至少是个觉醒者 此人不好对 巧了我也是觉醒者 还没等他们动手 张晨早已举起糖刀朝他们劈了过去 但下一瞬 反应过来杨子抬手释放出能量护盾进行抵挡 紧接着他的手臂变化成钻头 朝张晨刺了上去 好在张晨侧身躲开 趁着他们还在战斗 黑帽男则是偷偷离开回去搬救兵 然而在张晨强大的攻势下 始终破不开他的护盾 看样子你是精英改良方向吧 我是能量改良方向 你是打不过我的 不过你要是肯配合我 我不仅不噶你 还给你樱花国最高的待遇如何 张晨文言嘿嘿一笑 小日子逼逼完了 我这玩意跟你比哪边更强 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 小日子发出阵阵的惨叫 不是很能挡吗 我这里还有 来来来我看看你有多厉害 我连巨坛丧尸都不怕 还怕你被樱花国的娘慢 气急败坏的杨子不再进行防守 转为进攻姿态朝张晨刺血 就当他要靠近张晨身前时 却被张晨双手抓住他的两个钻头 伴随的还有钻头的破裂声 你说的没错 我不是能量改良方向 我是双天赋觉醒者 而且等级比你高 同霸下一瞬 杨子被张晨一拳重重地垂在了地上 只见原本还充满身体的杨子 已然没有了生命气息 切垃圾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张晨朝他吐了一口唾沫 然而就在这时 系统传来隐藏提示 请继续探索樱花国基地 寻找世界的真相 速度要快不要错失 眼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一度冷静下来的郑浩如此惊慌失措 并且再度开始愤怒红了眼 就在刚才 郑浩吸收完所有的能量金盒后 由觉醒者初期一接 再度升级为了觉醒者初期二接 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 此时他队友给他打来了一则视频通话 询问他那边还好吗 需不需要过去支援 原来是赵夕月和小夕过去解救了他们 这才有了机会打给郑浩 不过接下来郑浩小弟的下一句话 让他顿时感到害怕和担忧 老大真玉姐之前被小日子的人单独带走 他不在我们这边 文言郑浩立马动身前去寻找真玉 并嘱咐好小弟带着同伴安全撤离 自己去把真玉带回来 还有要是队伍里有拖后拖 直接丢下他们 随后郑浩挂断通话 紧接着又开始联系起真玉 在着急地等待了两分半后 终于是接通了通话 太好了真玉 总算是联系上你了 你身边有危险了 我这就马上过去救你 然而当郑浩满心欢喜地赶到他那里 却被眼前的酒像震惊到脸色苍白 只见此刻的真玉满是伤痕地躺在地上 手里拿着空间戒指流着泪笑着 郑哥你来 这是咱们营帝的戒指 我替你给守住了 郑浩闻眼睛瞬间通红 止不住地开始流泪满面 一股愤怒之气已然升起 画面一准 黑帽男回到基地找到黄毛 不好了基地有一个觉醒者闯入 杨子秘书在外面拦着他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下一瞬 他背后火光四起 那些被关在牢笼的丧尸 统统都被放了出来 不可能 那可是强化牢笼 炸药都炸不开的 黑帽男被突如其来的遍布下的冷汗直流 正当他们想要放弃这里准备撤离时 黄毛被一发火箭弹瞬间命中送去了西北 只见张成扛着火箭筒缓缓出现 想跑门都没有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黑帽男见状朝一旁的上山喊道 不好是那个龙国人 紧接着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去 他既然出现在这里 说明杨子秘书已经达了 话音刚落 便一个转身向后逃离 然而上山丝毫没把张成放在眼里 玄机命令手下朝张成射击 可到达了觉醒者初期三接的张成 普通的热武器对他而言杀伤力更小 加上他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 本快他就来到了这些人面前 一刀就解决掉了他们 接着又是同样的方法 气得上山无可耐火 当张成解决掉他所有手下之后 张成面露寒光手拿糖刀 一步一步向他靠近 接下来就是你了 不死心的上山不知从哪掏出一支药剂 毫不犹豫地就往自己脖子扎去 下一瞬 只见他眼冒红光 浑身的肌肉在不停扭曲变化膨胀 望着眼前的上山 张成紧握糖刀紧涕 他注射的就不是身体强化药剂 他现在的模样根本就是个丧尸 看过新闻的都知道 河污水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小日子上山仅仅只是注入了一点 就把自己变成了面目猙獰的巨坦丧尸 看着眼前的巨坦丧尸 张成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这群小日子果然是疯了 竟想用河污水把自己变成丧尸 然而令张成没想到的是 他还保留人类的意识 居然开口反驳 你应该称他为伟大的成就 话音刚落 只见张成一个闪身来到了他身后 对着他的后背一刀刺了下去 不知道他的强度如何 变成丧尸保留意识的他 还会有痛觉吗 带着这些疑惑 张成随后握紧糖刀用力一划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口子 从丧尸背后撕裂开来 果然他防御不强 这家伙应该处于觉醒者初期三阶段 多半是基因改良方向 但是他好弱呀 真正的丧尸比他都强 不知道他靠着皮操肉后 是怎么变成觉醒者 面对着张成的不停吵口 再也忍受不了的他开口唯一 这当然是多亏了你们龙国人 你们是靠打丧尸升级 而我们升级靠的是打龙国人 你们就是我们升级的经验和实验体 嘿嘿嘿 原言张成恨得咬牙切齿 你们真是一群不得好嘎的畜生 就在此时 郑浩抱着真玉来到张成附近的楼顶 看着下方的张成 真玉询问正好需不需要下去帮忙 虽然正好此刻很想下去嘎掉这个畜生 但为了保护真玉的安全 只能先带着他离开和队友回合 在下方 张成和上山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趁着上山被打得处于僵直状态 张成取出一大堆手眉 扒开他的嘴就往里面塞 紧接着一个跳跃涌泥 只听轰的一声 上山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 阿鸡 让你就这么嘎了 倒是便宜你了 随后张成拾取掉落的物资 系统再次告知张成 他已经再次接近了世界的真相 注意查看精心保存的地图 当张成准备查看地图时 郑浩忽然冒了出来 为张成 你快点上楼底 在北边的跨江大桥的桥头有一座石墙 你说什么 张成疑惑地看向郑浩 随后在郑浩的带领下 来到了桥头处的楼顶 看着前方的大桥 张成展开精心保存的地图 用尸体来做出一道防御城墙 这群小日子真是出手 你们快撤离吧 我去那边看看 知道了 那你小心点 正当郑浩扶起真玉就要离开时 张成又叫住了他 对了 刚刚基地里面的爆炸是你干的了 在那之前幸存的龙国人都救出来了吗 面对张成的询问 郑浩沉声回答 当然都救出来了 那就好 道歉叫住了你 严霸张成便刷得一下离去 仆中还在疑惑 郑浩之前明明还是体能极限者 现在已是初期觉醒者二阶了 怎么升级这么快 忽然一道救命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只见一名男子被绑在了柱子上 背后是即将到来的仆鼠者 正当那些仆鼠者要靠近之际 张成手持唐刀 这诗墙就是小日子的手柄 从高度和小日子的丧心病狂来看 离赵龙川所说的十万丧尸潮应该不远了 就在这时 小夕打来电话 老大不好了 有人闯到我们家了 无人机拍摄到 有几辆重心卡车开到了别墅前 养过狗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的宠物口粮都是颗粒状的 在此之前 张成就给二胖拿过一份高级宠物口粮 不过那次是黑色奥利给的模样 而这次张成给二胖的高级宠物口粮 却换成了黄金奥利给的样子 二胖心里内叫一个无语 主人虽然我不是真的人 但你却是真的狗啊 就在这时 二胖察觉到屋外有人的声音 原来是齐鸿达这个叛徒 带着小日子闯入了狐心口 只见为首的沙马特一脚踹开别墅大门 嚣张地对一旁的小弟比划道 进去后马上弄嘎里面的人 可待他们进去后 却没发现赵夕月和小夕的身影 而二胖听闻外面的动静走不出来 一阵拿来的小狗 说着便快步向前 地旁的小弟扑合道 应该是他们养来看家的吧 随后沙马特提起 不停摇着尾巴的二胖嘲笑 哈哈哈哈 他们是真的蠢 留这么好的一只小徒狗来看家护院 不拿来吃点 真对不起他这一身鲜嫩多汁的肉 说着说着便从空间戒指拿出了小刀 可此时的他在二胖眼里 高级宠物口粮简直就是依托达对 沙马特才是真正的宠物口粮 而沙马特还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接近 还在跟小弟探讨二胖的烹饪方法 忽然他感觉背后冷意重重 下意识扭过头去 只听他的一声 众人被一阵惨叫声吸引住 只见二胖此时化身成为笑月狼王 小日子被突然冒出的笑月狼王吓得惊慌失措 拿起武器对着二胖就是一段扫射 快攻击 趁现在他还在吃东西弄搭他 话音刚落 下一射二胖一个闪身过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已葬送在二胖口中 他的同伙健壮快速对准二胖射击 不过这些攻击打在二胖身上却是毫发无伤 就在这个时 一道人影从他身边掠过 只见七红达手持匕首跃下二胖头子 去嘎巴怪物 可当笔手落到二胖身上时 却是咔的一声断成了两段 怎么会这样 此刻的七红达感到一脸惊苦 还没等他反应 二胖就上去一口咬断了他的手臂 紧接着一把将他甩飞出去 七红达痛苦地跪在地上 此时他的右手破烂得不成样子 而二胖不打断就此放过 搜的一下朝他冲了上去 不过却被七红达翻墙扑了个空 见七红达逃离 还在一旁扫射的小日子纷纷指责暗骂 接下来二胖调转目标 释放出两只分身清理剩下的小日子 过了两分半后 赵夕月和小夕拿着武器从房子冲了出来 我跟你们听了 敢欺负我家二胖 可此时周围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小狗 躺在地上打着宝格 时间又过了两分半 张晨拿着武器赶了回来 看门被破坏的痕迹真的进来了人 然而当他推开房间门时 却看到了不得了的荫幕 究竟是看到了什么 让张晨感到如此震惊 完了完了 张晨究竟是对赵夕月干了什么 表得赵龙川这位大肚子如此面色难看 就在刚刚 当张晨得知赵夕月和小夕有危险 便已每秒两分里的速度赶了回来 当他推开浴室门后 只见赵夕月和小夕穿着一身单薄的白衣 正在给二胖洗澡 张晨见状赶忙闭上眼睛冷汗直流 你们再洗澡啊 我们想给二胖洗洗 可他一点都不配合 你看都弄湿了 赵夕月说着说着 抓过一脚拧起水 在湿透了几乎透明的衣服下 身上的肌肤被衬托得隐隐若现 下一秒 再也忍受不住的张晨 几乎鼻血都要喷了出来 正当张晨转身要逃离 这男人梦寐以求的天堂时 赵夕月忽然叫住了他 晨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们继续 说着张晨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 还在洗澡的二胖似乎有些不对劲 下一瞬他就开始呕吐了几乎 这应该是刚才被二胖吃掉的装备 诚哥你快过来看看 赵夕月一脸兴奋地朝张晨喊道 然而此时的张晨却紧盯着 赵夕月的某个地方看 比起止不住地往下流 反应过来的张晨还想辩解 夕月你听我狡辩 话一脏落 就要夺门而出 去被一脸娇羞的赵夕月 这肥皂击中了脑袋 坏蛋你你在往哪里看呀 然而在张晨逃回卧室后的不久 紧接着赵夕月打来了视频通话 为张晨夕月在你身边吗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没回我 哦你说夕月啊 刚才我们在忙 他现在正洗澡呢 闻言赵夕月脸上清净暴起 想尬了张晨的心都有了 你说你们在忙 现在在洗澡 意识到说错话了的 张晨感冒辩解 不不不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随后在张晨三寸不烂之舌的解释下 赵龙川才肯相信他的话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 我给你一些东西你接收一下 玄机张晨就把在防空洞得到了 大量武器转给了赵龙川 随后又向他要了大量的腐蚀原液 耐腐蚀皮革 钢材以及冰凌花 再交代了几句照顾好赵夕月的话 便结束了视频通话 可以回想起刚才的画面 张晨又开始沦陷了 只住不能再想了 当务之急是对抗丧尸潮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制作强力腐蚀炸弹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 张晨带着小夕他们来到桥头 布置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红外线炸弹 然而让赵夕月不解的是 诚哥为什么我们不把桥炸了 丧尸又不会游泳 这样一来丧尸就过不来了 看着一脸疑惑的他 张晨解释道 我们要面对的是十万丧尸 河流根本就阻挡不了 还不如留下一个缺口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原来如此看来是我想的太少了 赵夕月感到有些懊恼 而张晨则拍了拍他的头安慰 到了晚上夜幕降临 还在车里熟睡的他们 突然被外面的巨大的动静吵醒 只见一只只匍匐着从地里蜂拥而出 煞世间地面犹如地震 系统此时提示道 十万丧尸潮还有三分钟抵达战场 请做好战斗准备 来了 来了 降临末世后的第一波丧尸潮 三人一狗小队能否守住天阳市的安危 在布置好周边的陷阱后 他们首先迎来的就是一狡诈驻冲的扶服者 听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赵夕月指着开口 声音是从师强那边传来的 意识到不对的张晨急忙吼断 很有可能是师朝 快按计划行事 文言小夕立马坐到二旁背后 赵夕月赶忙跳进驾驶时操纵机甲 在张晨的指挥下 各自来到自己的作战点等待师朝的袭来 待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后 师朝也如约而至降临 而在另一边 真玉正在询问郑浩意见 浩哥那个丧尸小妹没有骗咱们 师朝真的来 我们是过去帮忙还是彻底 在真玉的催促下 郑浩泽沉默不语犹豫不决 画面一转回到桥头这边 面对前方源源不断扑来的 仆心丧尸 在机甲强大的火力输出下 先有几只漏网之鱼绕到了机甲后面 不过也被后方的小夕一枪抱了头 紧接着被二胖的分身踩食殆尽 看着被自己抱头丧尸 小夕飞飞一笑 老大就是聪明 这样根本没有丧尸可以通过麻 师朝也就这么回事 画面来到张晨这边 看着眼前迎面袭来的仆仆 张晨使去一个踏前斩刺滑突进 随后加上一记狂风绝戏斩 他砍成18顿 还没完的张晨紧接着开始蓄力 终极赏光 却被一只手抓住脚打断了师傅 气得张晨 使用一发佛怒 阿咪你个DJ火了 打断我师傅 看我不火化了你们 就这样仆仆整人在佛怒火炼中 化作了张晨的物资 割韭菜都没张晨这样来得快 尝到甜头的张晨继续加大火力 让火焰来得更猛烈一些 然而正当张晨玩得不愉悦忽时 一只巨坦丧尸迈着厚盾的脚壶绳 朝张晨冲了上来 嘿嘿嘿 我就知道师朝没这么简单 原来大菜在后面 可他看了一眼师强下方 也顾免有些担忧 这数量未免太多了 张晨一边喃喃一边填装强力腐蚀炸弹 带巨坦丧尸靠近射 张晨连续打出几发强力腐蚀炸弹在其身上 在强力腐蚀炸弹的作用下 巨坦丧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消融 在这时 一只扑扶着越过师强扑向张晨 眼看就要来到脸上 张晨瞬间做出反应 丢出几颗铝热剂 抛出武器打在铝热剂上 下一瞬铝热剂爆炸开来 扑扶者瞬间被爆炸吞噬 然而师强下方的丧尸越来越多 赵锡悦驾驶的机甲就要快守不住 无奈之下张晨只能吩咐 赵锡悦和小夕他们开始撤离师强 只能用旅热剂制造出来的火墙 暂时阻挡丧尸的攻势 此时张晨的升级进度 也快达到了升级的要求 虽然火墙能阻挡大部分的丧尸 但大概率可以有巨坦丧尸可以冲过来 强力腐蚀弹应该不够支撑30分钟 果然怕什么来生 巨坦丧尸撕开火墙冲了过来 不仅如此 居然还有不怕火 那些仆斧者用自身分泌的粘液 把火给压灭了 火墙的阻挡的优势瞬间没了一半 张晨只好吩咐赵锡悦 先用机甲火力拖延一下 自己则是到一边填装强力腐蚀炸弹 随后在赵锡悦的配合下 强力腐蚀炸弹精准打在巨坦丧尸身上 而小夕趁机假扮成丧尸 把那些仆斧者叫来另一点 然后启动事先准备好的陷阱 给他们来了电机厨艺 看着被电机的匍匐者 小夕嘲讽道 我该 谁让你们连人和丧尸都分不清楚 就这样小夕又接着使用这种方法 来对付匍匐者 无幸的是 赵锡悦这边机甲没有弹药 不好的陈哥 机甲没有弹药 我这还有一心 我马上转给你 坚持住 这第二步施潮已经被压制住 就当张晨要给他转过去一些弹药时 张晨注意到 在不远处的一只巨坦丧尸行为举止怪物 还没等他反应 下一瞬 巨坦丧尸突然一发能量反击 轰在了机甲和张晨上 然而最糟糕的是 周围那些徒服主 趁着张晨被轰得无法动靠期间 共同扑到了张晨身上 张晨又能否顺利躲过这次危机 你敢相信 丧尸中居然有身材如此火辣的女丧尸 然而让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她居然是个背影杀手 只是看上一眼 已绝对为她怦然心动 就在那儿上 一只巨坦丧尸抓起地上的仆鼠者揉作一团 然后用力一扔 化作两道红光飞向赵夕月和张晨 瞬间就将他们击飞出数十米远 张晨也因此陷入僵持动弹不得 被周围的匍匐者趁机扑了上来 眼看张晨就要命丧匍匐者口中 关键时刻 张晨利用能量晶和成功晋级为觉醒者中期一阶段 晋级后的张晨还获得了基因 能量进化方向各一点天赋点 一只新的基因 能量进化天赋 分别是基因进化方向的狂暴斩杀 脱胎换骨 能量进化方向的金河共振 能量屏障 看着眼前的四个选项 张晨现在没有过多的时间考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能升级脱胎换骨 金河共振 还能解决现在遭遇的困境 下一瞬 只见内容匍匐者包裹成的球体 迸发出六道蓝色激光 在金河共振的力量下 张晨终于得以脱困 随后依靠脱胎换骨的治疗 修复被匍匐者感染的伤口 可就在这时 张晨注意到赵锡悦驾驶的机甲 因为损坏 同样也陷入了丧尸的围攻 张晨迅速取出唐刀赶忙跑了过去 锡悦坚持住我来了 突然一声枪响 只见趴在机甲上的一只匍匐者 被瞬间爆头 还在赶来的张晨见状 闻声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原来是郑浩和真玉前来支援张晨他们 又是郑浩他们在高楼打掩护 张晨视如破竹来到了赵锡悦那里 锡悦 别哭了 我来了 可呜呜的哭声还在不停从机甲传出 张晨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 不对 这不是锡悦的哭声 那哭声究竟是什么玩意 还在感到疑惑的张晨 而盼传来系统的声音 丁系统隐藏提示 小新 发现新型变异三型感染者痛哭着 他的尖叫声不但能吸引附近的丧尸 同时还能强化他们 让他们发狂 什么下面那个东西是三型的 然而当张晨还在感到惊讶时 不知不觉周围的丧尸已经聚集了过来 而在高楼上面的真玉见张晨呆愣在原地 不由地为他感到着急 可正好通过放大镜观察到 情况有些不对劲 让真玉先别着急攻击 再等等 画面回到张晨这边 张晨正打算先救出赵夕月 可赵夕月却说道 陈哥这群丧尸是那个会哭的丧尸招来的 他有智商小心 话音刚落 就有几只匍匐者扑向了张晨 张晨见状只能发动金河共振 将周围的丧尸先清理掉 可在解决掉周围的丧尸后 机甲下方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趁着张晨没反应过来期间 只见一名长发女子一跃而起 赵夕月见次赶忙提醒张晨 陈哥不好了 他要逃跑了 看着在半空中的痛哭者 怪不得突然听不见哭声了 原来这玩意居然会用同伙打掩护 让自己有机会逃脱 这么着急离开 说明连金河共振的触发条件都猜到了 这么聪明就更加不能留你了 严霸张晨掏出武器就要对他进行攻击 却被他召唤过来的小弟 用来为他挡刀 现此张晨暗自思索 连巨坦丧尸都被他拿下 那个痛哭者难不成还是丧尸中的万人民 身材这么火辣 倒也不是没有说服力 可当痛哭者转过脸是 张晨被他的外貌 震惊地大喊了一句 阿米你的DJ佛 随后赏了几发强力品质炸的巨坦 以告慰自己那弱小的心灵 可没想到的是 受到痛哭者能力的加持 巨坦丧尸生命力增强了400% 目前只受损了28% 巨坦丧尸似乎很不满意张晨的表情 二话不说就举起拳头朝张晨砸来 好好好 这么完事吧 就让你们看看 我和你们这群靠女人 增幅的死田狗谁更厉害 乱了一臂的齐红达再度现身 想要通过蛊惑郑号嘎掉张晨 而面对齐红达的蛊惑 郑号又是否会对张晨动手 就在刚刚 巨坦丧尸和痛哭者的撒狗粮行为 彻底激怒了张晨这个万年单身狗 吃了满嘴狗粮的张晨 再也看不下去 玄机给他们来了一发金河共振 而巨坦丧尸也不甘示弱 带着他的小女友一起 朝张晨重重的轰下一拳 这给张晨气 立马提起自己那80米长的糖刀 当场就迎面砍过去 怎料 两者就要碰撞在一起时 张晨一个滑铲迅速躲开 然后改变攻击方向朝痛哭者砍去 痛哭者见情况不妙 不断抛弃了他的巨坦丧尸小男友 留下巨坦丧尸独自一失 承受来自张晨的制裁 一个人 真爱无敌 叫你们给我撒狗粮 给我去领盒饭去 这操作 让还在楼顶上的郑浩和真玉 都看得一阵后怕 以后我们可千万不要 在他面前秀恩爱 回过神后的郑浩 注意到下方不能动的机警 又被丧尸围了起来 于是打算和真玉下去 迎救赵锡悦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都什么时候 你还这么圣武心骂郑浩 你就不想变得 和那个张晨一样强大吗 看见来人是齐鸿达 郑浩则是让真玉先下去赶 而齐鸿达也没有过多赌 快步向郑浩走去 让诺实摸爬滚打送走 即便我不说 你也很清楚 想要快速变强的方法 根本就不是嘎丧尸 而是嘎人 那个张晨能有这样的实力 身上不知背了多少条人命 浩哥收起你的圣武心吧 趁着他正跟巨坛丧尸纠缠 又很信任你 嘎了他 夺走他身上的金河 你就是最强的 而且你不是一直想要 保护我们的阵营吗 那你就要变强啊 浩哥别再犹豫了 闻言 郑浩一把抓住齐鸿达的手 对着他兴奋的回答 鸿达你说的对 我确实不该胜不心 我要变强 见郑浩终于想通 齐鸿达拍了拍郑浩的肩膀 可心里却是暗想 我如今想要生存下去 只能暂时依靠强者 若那个强者是郑浩这个蠢蛋 我以后就有翻身的机会 然而上一秒还在暗自窃血的齐鸿达 下一秒却被郑浩一刀吐进了腹部 只见郑浩一脸凝沉的说道 搭你不是比搭张成要容易多了 我当时都看到 你投靠了小日子对不对 你早就抛弃了我们的阵营 还指望我继续庇护你 你让我去搭张成 也有报仇的成分战法 因为他干掉了你的主 让你只能灰溜溜的讨火 你的手是不是也和他有关 郑浩发音刚落 耳畔就传来的系统声音 回收极限体能尸体 获得能量金核892 升级为双天赋初级觉醒者三阶段 画面来到赵夕月这边 此刻的他正奋力抵抗袭来的匍匐子 眼看周围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 怎么办 该怎么办 陈哥那边一定比我压力更大 不能给他添麻烦 危急时刻 好在这时郑浩赶了过来 为你没事吧 看着来人是郑浩 赵夕月感到有些惊讶 我没事谢谢 而在张成这边 痛哭者已经被张成逼得走投无路 算是只剩下你这个渣女吧 给我也去领盒饭吧 可当刀落在他那二十斤的两颗大西瓜时 却被他反弹了回来 这给张成气得咬牙切齿 可恶 这大西瓜真是变态 面对还想再次逃跑的痛苦 张成一个闪身来到他身后嘲笑的 以我们的关系 你觉得你逃得了吗 乖乖地给我去领盒饭吧 金河共振 给我熄灭 他是丧尸中身材性感火辣的玉姐 拥有一张甜美可爱的脸蛋 就连巨坛丧尸也败在了他的石榴裙下 可直男张成却毫不客气扛起大炮 上去就是给他来了一发火箭弹 携带着火轮热浪爆炸开来 果然还是强效俯视炸弹给力 不过眼下还得是先去救出西越要主 而在赵西越这边 郑浩和真玉正奋力抵抗迎面袭来的丧尸 眼看他们就要顶不住 就在这关键时刻 张成及时赶来 见来认识张成 赵西越一脸兴奋的小跑上去 在对赵西越进行安抚和感谢郑浩一番后 张成指着远处说道 现在还不是撤退的时候 那两边还有好多陷阱都没有用啥 西边有小西和二胖手 你们去东边把手别让狮群涌入 然而就在这时 赵西越似乎察觉到什么 猛然打断了张成的指挥 换好了成哥 你快看那边 只见身后不远处的一只巨坛丧尸身上 正匍匐着五只鬼夫狼嚎的痛苦者 看得张成瞳瞳猛一一桌 一只就够难查 现在又来了五只 快你们快去东边 他们交给我处理 分别之际 张成和赵西越两人四目相对 微红的脸蛋和加快的心跳声 都预示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可赵西越却不按套路出盘 而是突然转身挥手告别 成哥我先走了 东边我们一定会守住的 剩下张成一人在原地尴尬 待他们离去后 张成查看起升级进步 距离下次升级还需几十颗能量金盒 眼下还不适合他们交锋的时候 得先去找个地方猎打一些丧尸获得金盒升级 随后张成头顶着两个喇叭来到一处空地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鲜嫩多只小鲜肉一枚 数量有限快来抢购 路多时 陆陆续续的丧尸被声音吸引过来 在他们的期待的目光下 只见张成大手一挥 金盒共振以张成为中心 爆发出蓝白光芒向四周扩散开来 靠着金盒共振如此恐怖的收割能力 张成也如愿以偿成功升级为终极觉醒者二阶段 此刻的张成感觉就一个字 帅 那么接下来就该对付你们 与此同时在另一点 小夕和二胖正一脸兴奋地朝前方失群攻击 来来来 再来多一点 我们老大给我留下的武器可多了 然而一滴水滴滴答落在小夕头顶 小夕一脸嫌弃抬头 什么东西 言乎乎的好恶心 还没等他吐槽完 一只扑斧者张开血空大口 凭天而掉 吓得小夕连忙喊妈妈 就当扑斧者距离头顶还剩两余半时 扑斧者却突然停止不动 远处传来呜呜的扑鸣声 在场的丧尸都被那道声音吸引过去 意识到不对的小夕 连忙招呼二胖一起跟了上去 画面来到张诚这边 在升级成为终极觉醒者二阶段后 张诚解锁了明亮屏障和狂暴斩杀这两大技能 靠着这两大技能 巨坛丧尸很快就被张诚解决掉 只剩五只痛哭者在巨坛丧尸身上痛哭 然而有两只痛哭者还想趁着张诚处于技能空荡器偷袭 却被张诚大手一抓 一发巨能打击迎面解决掉 随后张诚目光又放在剩下的三只痛哭者上 一击狂暴斩杀又解决两只 正当他要解决最后一只时 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感到如此恐惧 小夕遭遇危机 被一只痛哭者扑扑在身上 操控起身体释放出失误朝张诚攻击 张诚为了不误伤到小夕 只好边躲边撤离再做打算 该死 小夕被控制了 痛哭者怎么连人也能控制 难道是因为小夕的失化技能吗 此时张诚耳畔传来隐藏系统声音 宿主猜得没错 张诚感到一阵无语 都什么时候了系统你还跟我平嘴 况且系统你什么时候存互动提示了 快来点有用的提示 话音刚落 隐藏系统再次提示道 失化技能会让人体特征无限接近丧失 但脑部受到的影响最弱 看着眼前的系统面外 张诚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这么说小夕应该还保有意识 所以痛哭者只有接触到小夕才能控制他 在大概了解痛哭者的操控手段后 张诚把小夕吸引到一处废弃箭中 趁着他还在寻找张诚 张诚抓住时机 立马指挥二胖朝痛哭者扑了上去 可不料被反应过来的痛哭者发现 旋即操控其小夕取出武器 给二胖当面来了一发爆炸 趁着爆炸视线被遮挡期间 张诚再次抓住机会 闪身绕到痛哭者前面 欲要释放金河共振给予痛哭者致命一击 但奈何距离过近会波及到小夕 张诚只好改变攻击方式 手握唐刀朝痛哭者脑袋踢去 然而狡诈的痛哭者 却拿小夕作为挡箭牌户在身前 害得张诚只能慌忙 改变攻击方向劈向旁边 可不曾想 在张诚转身之际 小夕从袖口取出一把匕首 一击刺到了张诚的腰子上 只见张诚痛苦地捂着腰子跪倒在地上 而判传来系统警告 宿主被强力尸毒匕首所伤 伤口愈合速度减少500% 身体麻痹加300% 建议使用金河共振消除危险 眼看痛哭者再次操控小夕落刀 张诚突然一个转身撞到在了小夕脑袋 而小夕经过张诚这么一撞 顿时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画面里 一只丧尸被压在巨石下 一个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举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下去 而那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小夕 只见他抓起地上的丧尸肉 大口大口地啃食 脸上布满的红血丝 看起来十分猙獰可怕 忽然他停顿了下来 他感觉身后似乎有人在呼唤着他 喂小浩子 还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吃饭了 我一起吃饭就不算一家人了 听着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 小夕眼眶微微发红 泪珠不断充斥在眼角两侧 再也忍不住的他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 家人 吃饭 原来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还有了老大 西月姐 二胖这些家人 下一瞬 还在被操控的小夕双眼猛然一睁 完了 张诚放着赵西月不要 居然让痛哭者给他暖床 就在刚刚 张诚揉了揉有些头晕的脑袋 缓缓坐起身来 随后眼神迷离看向面前的小夕 此时的他动作显得不再僵硬 口中断断续续发出轻声细音 下一瞬一句老大 让还在迷离的张诚 瞬间变得清醒起来 浩子你认得我了 小夕眼含泪珠看向张诚哽咧开口 老大你怎么伤成这副模样的 话音刚落 小夕脑袋感到一阵恍突 他立马抬起头来惊慌道 妈呀 这是什么鬼东西 只见一只痛哭者站在他肩膀上 单手握住他脑袋 试图想再次控制住他 小夕见状慌忙晃动身体 试图将痛哭者甩下去 张诚见此赶忙出声音源 小夕坚持住 千万别再被他控制住 只要你不完全丧失话 我的经合共振就不会伤害到你 然而小夕的眼睛逐渐变得通服 痛哭者试图让小夕逃离这里 张诚见状立马追了上去 本脑袋传来的疼痛感让小夕再度惊醒 见小夕再次脱离痛楚 痛哭者毁下脑 试图加大精神力把小夕彻底控制 小夕奋力抵抗 双眼红血刺充斥脸上轻惊爆起 下一瞬 小夕一把抓住痛哭者手臂 周身绿色能量气流环绕 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攀升 此时小夕的等级不知不觉来到了觉醒者二阶段 随后他用力一手 痛哭者瞬间被重重地甩入了土里 还不解气地他握紧拳头嘲讽道 我就是吃丧尸肉长大了 你居然敢在我身体里诸如丧尸毒素 紧接着 小夕恶狠狠一口朝痛哭者脖子咬了下去 就在这时 张诚也赶过来 看着小夕一把扯下了痛哭者脖子的一大块肉 张诚心中暗暗惊讶 这咬合力升级得太恐怖了吧 我的糖刀都砍不穿他的皮肤 而被咬了一块肉的痛哭者 口中的污名声瞬间变大刺 感受到周围传来的震震轰鸣声 张诚大感的妙 这是什么声音 与之前世朝来袭是好响 可世朝已即分散 并且至少死亡大半 不可能这么大小动 正当张诚还在感到疑惑时 隐藏系统光幕出现 痛哭者垂死挣扎 整个天阳式的丧尸都在朝这里赶 并在逐渐形成新世朝 宿主正面对抗生存概率为2% 此时丧尸正从四面八方向张诚这里规矩 但张诚却不着急逃离 而是不慌不忙把痛哭者绑了起来 搞定 没想到之前在小日子那里搞来的东西 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这一幕被小夕看在眼里 误以为张诚想要捉回去暖床 老大你这也太饥不得食了吧 犯不着找丧尸暖床 身边不就有现成的吗 见此 张诚当头给了小夕一个暖花灯 满脑子都是黄色颜亮 就你废话最多 接下来张诚让小夕把痛哭者移出走路 自己则是来到高楼准 随后他拨通赵夕月的视频通话 夕月停止对丧尸的攻击 不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 你们抓紧多好 过了两分半后 看着楼下的丧尸聚集得差不多了 张诚旋即双手汇聚蓝色能量 一发巨能打击轰了下去 此刻的丧尸抬头看着即将到来的巨能打击 头顶浮现出一堆问号 而在角落的小夕 眼看巨能打击就要波及到他 一边埋怨一边慌忙逃离 老大我不就是调侃了一下你吗 用不着杀人灭狗吧 算了算了 谁叫你是我老大了 紧接着小夕从空间中取出一大堆爆炸武器 连带着痛哭者一脚踢到了火焰中 而周围丧尸也跟着一起纷纷朝痛哭转过去 现时机差不多了 张诚淡淡一笑 给他们来了一锅端 火海熊熊燃烧 尸巢在张诚的埋伏下也要歼灭 化作物质被系统自动采集 见天阳式的丧尸群正在退去 张诚悬着的心终于松了口气 收获不错 这样继续下去马上又要升级 楼下的小夕望向张诚的身影满是花痴 我的妈呀 老大这波操作实在是太酷辣 这群丧尸少说也得有几万吧 可就在这时 火海中突然窜出一只朴术者 口中发出呜吼呜吼的声音 给小夕吓得感到后腿 吓死我了 咦 你这是想让我救你 这是不可能的 你可是丧尸啊 你乖乖去死吧 快回去快回去 一言 朴术者好似听懂了小夕的命名 随后他纵身一跃扑向火海 见此 小夕都被他迷之操作 给整个十分疑惑 这么乖 他真的跳进去 是因为听了我的命令吗 还没得再次思考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绪 一夕月节你们也来了 赵夕月回答道 对啊 那边零散的丧尸都散了 失潮已经过去 所以我们来会 可小夕你这模样是发生了什么 小夕抱起二胖得意说道 升级了 现在的模样叫走丧尸的路 让丧尸无路可走 随后赵夕月又看了看四周 诚哥是在这附近吗 话音刚落 张诚从楼顶一跃而下 出现在赵夕月身旁 赵夕月见张诚平安无事 激动的一把抱住张诚 太好了诚哥 我们们终于挺过来了 是啊 我们挺过来了 可小夕的一声尖叫 却打断了这温馨的画面 只有你们抱抱真狡猾 来来来 我们都在一起抱抱 一旁的真欲见词感叹 他们的感情可真好啊 对吧诚哥 正好轻声回了一声事 心里暗自思索 才这么点时间 这个男人有变强了 画面一转 此刻的他们已经回到别墅 开启庆功宴 张诚举起酒杯说道 大家心里 都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真欲喝的脸颊微红 看向正好 正哥你怎么不吃 末世当前居然还能吃上 这样的美食 简直就是奇迹 正好有些尴尬回话 是啊 有点被吓到了 只能说这个世界不负强者 随后正好举起酒杯 看向张诚 张诚你真的太强了 以你的能力 一定可以拯救这个末世 闻言张诚眉头微微皱起 拯救末世 我可不是救世主 正好回应道 可你至少能互助 天阳市的龙国人安全 张诚起身往正好家去一块肉 咱们刚从施潮里解脱出来 别在摊桌上 说这么沉重的话 我吃好了 先回房间休息 其实正好这个人品行还不错 如果实力过关的话 或许能把他收为己用 随后张诚调出系统光幕 查探起正好的实力排名 发现正好的实力 已经进入了世界 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名 张诚有些惊讶 他的排名提前了这么多 我上次探视 我确实能收 不过是否会跟着我也要看他的选择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是 系统查看物品 看着眼前光幕数不胜数的物资 张诚内心十分高兴 尤其是这把稀有千古刀 比堂刀还要强和帅气 除此之外 最让张诚在意的是 从小日子基地找到的那张 还没来得及看的地理 或许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丧尸和怪物的游览 张诚距离谜团 越来越接近水落石出 别树外 正好蹲在外面摆弄花草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见正好心事重重 真玉缓缓走向前询问 浩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了 听声音来人是真玉 正好并没有转身回答 而是反问起真玉 真玉你有没有想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的世界吗 面对正好的反问 真玉支支吾吾说道 我没有想过 文言正好起身 是啊 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但我们可以在这个该死的世界 重新建立秩序 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随后正好神情激动扭头 看向真玉 猛然一把抓住真玉的手臂 张晨身上看到了希望 真玉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做到 你相信我吗 文言 真玉感到有些惊讶 但还是选择相信了正好 恩浩哥 我相信你 只要是你相信的我都相信 见真玉都认可了自己的想法 正好感到有些欣慰 好 我们需要一个救世主 但真玉你替我办一件事 我要让张晨站在这个世界的底端 也必须拯救这个世界 还在学习技能书的张晨 还不知道一个为他打造的救世主题 正巧然开始进行 到了第二天清晨 张晨顶着两个熊猫眼 打着哈欠来到庭院 赵熙月见死 抱着一筐衣物走向张晨关切询问 晨得早了 你昨晚是不是没有睡了 见来人是赵熙月 张晨一脸困意回答 我是熙月啊 我是完全没有睡 但问题不大 随后张晨从空间拿出一瓶超强功能性饮料 在赵熙月面前咕咚咕咚就惯了下去 怎么样 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精神异异 我一个只身原批 熬个通宵不算什么 但昨晚一直在整理这阵子的物资准备 发现后续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 那倒还会有视察来袭 张晨回应道 那倒不是 我只是觉得而已 时间回到昨天晚上 张晨打开精心保存的地图 系统告知张晨 全科技蓝图一共有27分 拼凑完整可以获得蓝水星所有高级科技 同时能够开启分开 目前拥有数量4 画面一转回到现在 张晨只感觉自己离这个世界的迷法 越来越接近水落石出 听到张晨这样解释 赵熙月带着一货说道 2012年5月11日 我记得之前给你的日记本中有提到的 这是病毒出现的日期 张晨淡荡回答道 没错 所以我猜测那个病毒与陨石有个很大的关联 甚至有可能就是陨石带来的病毒 赵熙月又问道 那灯塔又是什么呢 张晨指着系统光幕上的卫星说道 灯塔就是这样进水蓝星轨造飞行的大型人造空间站 上面可为100万人提供自己自足的生态系统 既然存在这种东西 那就说明早在丧失病毒肆虐之前 这里的原住民就已经开始自救 甚至已经找到继续生存的可能性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失败 只要集齐全科技蓝图启动灯塔 说不定所有幸存者就都能得救 怎么了干嘛这个表情看我 赵熙月面色微微嘲红回应 就是觉得陈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明明差不多是一起行动的 你却已经掌握到了这么多信息 或许你真的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张晨被赵熙月夸的 顿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随后他同样面色嘲红看向赵熙月 可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张晨早上好啊 然而当正好看到张晨他们手牵着手 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对不起我太没眼色不用管我能继续 张晨还想解释 你别跑啊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刚好有些事要问你 我说什么 正好愣了愣 正好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组织 做我的手呀 他们是以速度和狡诈著称的朴朴者 此如今在张晨手上 却如同小狗般牵在手里 就在刚刚 张晨向正好发出神秘组织梦魇的妖体 正好面露惊讶看向张晨 已居然成立了组织 神秘组织要求创建者必须为 当前游戏进城战力前一千名的存在 成员战斗力最低要求 也要进入世界前一百万 张晨淡淡一笑向正好发出邀请 成立是早就成立了 只是一直没有成员 正好看着眼前张晨发来的邀请函 心里暗自感叹 我还在拼尽全力的维系着营地的运作 可张晨竟然已经构建了神秘组织 而且面对天文数字一样的经合投入 也丝毫没有耽误他升级的进程 他这个人是妖念 见正好还在犹豫不决 张晨出声说道 当营地管理者似乎更有面临 你可以多考虑考虑 话音刚落 正好二话不说 立马同意加入梦里 旋即他点击接收选项 好张晨宣誓效忠事业 我愿意加入组织成为你的手下 送你为领袖 永不背叛 见此张晨顿时喜笑颜开 欢迎加入梦里 接下来张晨给正好安排了一些任务 失朝当过 我要去清扫一下市区 你们抓紧寻找一下之前营地的人吧 在张晨走后 真于一脸兴奋看向正好询问 浩哥你真的加入梦里 那是不是表示 以后我们的营地能得到张晨的庇护了 正好点了点头 太好了 还有二十天这个世界就会刷新 到时候丧尸和动植物变异的程度又会提升 有了张晨的庇护 我们的营地就能存活下来 然而正好可不仅仅要的是庇护 而是要打造出一个救世主 张晨为跳舞 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新的秩序 画面来到张晨这边 张晨一路过来 都不见一只丧尸的身影 就算刚刚清理完失朝 也不至于一只丧尸也没有 视而发愁时 一处角落突然冒出两只扑鼠者 然而当他们看到二胖的身影时 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 转身撒腿就跑了 张晨见此真是奇了个怪 铁头看向二胖 随后抱起二胖 查看起二胖的属性面 原来是二胖身体 得到了一个狼王威慑的技能 对比他弱的生物具有威慑效果 对此 张晨赶紧让二胖把技能收起来 下一瞬 二胖猛然深吸一吐气 雪听风的一声 二胖变身成笑月狼王 狼王威慑也被收了死 可狼王威慑一收 原本那些躲起来的丧尸 顿时冒了出来席向张晨 张晨不方不忙摆出一副射箭姿态 凝聚出一根能量锁链和一把能量狂刀 嚎尸群冲了上去 可这一切被捉在远 石头后面的一名女子看见星星 这么多丧尸 他们死定了 要不要叫人来帮他 还不等女子要不要考虑就他们 张晨在二胖的配合下 坎丧尸如同砍瓜切菜般解决 张晨还用能量锁链 抓住了几只仆腐者 随后张晨一个金河共振下去 瞬间清理完了周围所有丧尸 接下来张晨联系正好 让他把营地的人集中在体育 给他们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而趴在石头后面的女子 被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 此刻在他眼里 张晨就如同神明一般 做到了那些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 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事 在末世 他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匍匐者 如今却成了张晨的教学器材 在当前 两只匍匐者被张晨五花大绑扔到地上 众人健壮下的欲要四散逃离 见此 正好赶忙把众人护在身后 随后对着张晨大声呵斥 张晨你这是做什么 虽然我加入了你的组织 但不代表能纵容你胡来 文言 张晨乐呵一笑 哎呦你干嘛 那么紧张干嘛 下一瞬 张晨脸色顿时变得阴沉 不是我说救你营地 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有实力的 你能护得了他们一时 护得了一世吗 我的组织下容不得闲人 更容不得拖后腿的人 面对末世他们要学会自保 张晨举着一旁的众人说道 听此正好当即反驳 那你也不能把丧尸带来啊 你这样做跟小日子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 我那可不一样 我这属于林风险教学 随后张晨朝众人招手 事宜让他们过来 指着扑扑者后背的脊柱 看好了这个位置就是他们的弱力 只要对其破坏 就算是弱者也能解决掉他 怎么样很简单吧 可众人看了张晨这熟练的操作 被震惊到多多所作 这家伙还是人嘛 杀扑扑者如同捏死虫子那般简单 接下来 在张晨的监督下 众人轮流尝试按照张晨的方法操作 然而张晨却注意到 一个小男孩在攻击时紧闭着眼睛 浑身止不住的发抖 就连脚下扑扑者都砍歪了 见此张晨当即大贺 睁开眼睛啊别砍歪了 郑浩也在这时来到张晨身后 为刚才对张晨的怀疑进行道歉 而张晨则表示 我这样做只是让你可以更好地为我效力 真正在梦魇的只有你一人而已 随后张晨从空间取出一些种子交给郑浩 让他带着营地的人寻找合适的土壤种植 就在这时 系统告诉张晨宝箱刷新的时间 已经来到顶峰 让他赶紧去寻找收集 在系统的催促下 张晨把自己的糖刀送给郑浩后 一溜烟的就飞速离开了 待张晨离去后 郑浩打亮其手中的糖刀 可世界频道的一则消息 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画面一转 之前躲在石头后面 偷看张晨的那名女子 正大肆向旁人宣扬 张晨是上天派来 拯救他们的真神 可周围的人却像看傻子一样 把他推到了地上 滚滚滚 像你这种风婆躲见多了 装神弄鬼 不就是想添物资吗 可损罚女子依旧坚持他的说法 忍无可忍的小妃子 一把抓住他的把握 把他提了起来 听好了 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只有杀戮和生存 怀抱希望他是最大的绝望 可损罚女子仍然不死心 就在这时 天空中出现张晨与狮嘲朝对抗的画面 众人健壮 纷纷抬头望向空中 顿时感到尤为震惊 这人到底是谁 真是太强了 难道真的如他所说那般 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神明 而损罚女子早已跪地 对张晨膜拜 见此 众人欲要纷纷效仿 可小妃子却大声呵斥道 拜什么拜 都给老子通通起来 这只是一段不知真假的录像而已 然而他话音刚落 郑浩带着真欲不知不觉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段录像当然是真的 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 否则你见过那个人类 有这样逆天的实力 小妃子健壮当即怒喝 你又是哪根葱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郑浩刷得一下来到他面前 我自然是神的使者 真神让我给你们带来了 可以在末世生长的种子 这便是我们重启文明的开端 当众人接过种子 其中不乏前世是农民的人 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种子 真的可以在末世种植 正当他们还在感到高兴时 下一顺 郑浩手握堂刀 周身散发出阵阵蓝色能量波动 来吧 在这笔真神之刃面前 宣誓你们是否愿意忠于真神 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跪地对其膜拜 我们愿成为真神的忠诚信徒 请真神保佑我们 而一旁的小妃子 也不得不跟着跪了下去 看着眼前众人的反应 郑浩对此十分满意 携带能量和病毒的陨石 长相酷似小戏的女子 度压实验室的秘密 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最后的真相 此时 粉发女症前程朝郑浩膜拜诉求 使者我叫李冰玉 求你带我去见真神 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郑浩被他这一举动弄得不知所措 只好无奈看向一旁的真玉 随后他咳了咳嗓 李冰玉是吗 你见到真神要如何奉献自己 面对郑浩的询问 李冰玉扯开胸口的衣脸 露出那粉红的山沟 一脸痴狂的回答 当然是肉体和灵魂 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 只要真神愿意 我的一切都可以是真神的祭品 文言 郑浩一把抓起他的手臂 当场大声呵斥的 你真是够了 你把真神当成什么 真神不是邪神 他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和信仰 你作为他的传道者 应该为他树立起完美的形象 而不是诋毁染黑他 李冰玉点了点 既然躲了 那就去坐吧 让我看到千万亿万的幸福 巫族在真神的面前 郑浩一脸阴森朝他说道 而李冰玉依旧是一脸病骄的样子 失笑回答 是 待李冰玉离开后 真玉不久地问他 浩哥你知道了 张晨他不是真神 面对真玉的询问 郑浩转过头回忆 你说的对 但现在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神 一个能站在我们这边的神 人类必须团结才能对抗丧尸 可走到现在我们看见最多的却是恐惧 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声音 让所有人凝聚到一起 而这个声音就是信仰 我们要建立起最强大的幸存者音笔 在这片废土上建立起一座全新的人类王朝 此时的郑浩显得有些癫狂 画面一转 此时独自寻找宝箱的张晨 不由地打了一个喷嚏 心想该不会是小夕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打开宝箱后 不仅得到了大量物资 还得到了一个电脑维修天赋 可张晨却一脸嫌弃 还二级宝箱呢 也就能量结晶勉强购买 下面直接开三级宝箱好了 不过吐槽归吐槽 系统告诉他 学习电脑维修天赋 可以获得度压实验室电脑中的秘密 随后张晨按照系统提示 学习了电脑维修天赋 在电脑维修天赋的辅助下 张晨只用了两根半就修好了 画面呢 一个长相不似小细的女子正介绍自己 女子名叫徐瑞娜 是度压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这是他第一百零一次记录 在2012年5月21日 一颗带着未知能量的陨石 撞击到了水栏星 通过研究 他们在陨石碎片上发现鲤石的能量 居然可以被生物直接吸收 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 除了碳水化合物以外 唯一一种可以被生物直接利用的营物 人类的发展有了新的经济 2012年7月10日 振奋人心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第一观察是出现生化泄露 那时候的他们还没意识 噩梦已经开始了 陨石上不仅有未知的能量 更携带被陨石能量感染的变异病毒 生命体一旦感染 大多数人会因无法附和能量而死亡 幸存者则会变得适血 狂暴 红泪相识 失去一切现有的生物特征 2012年8月12日 面对大规模的病毒4亿 提出群体免疫已经很蠢 他们居然对陨石进行核攻击 妄图用能量消灭能量 横翔国第一时间建立起高墙 保住了人类的最后进展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进化 2012年9月12日 通过解剖变异生物发现能量晶体 但人类的进化完全追不上变异生物的速度 新一轮生物圈大喜拍开始 我要时代末月 2012年11月7日 体质药剂诞生 但目前只有高级体质药剂不稳定 最后徐瑞娜告诉张晨 请务必找到七号休眠舱 那里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说完 电脑画面戛然而止 系统提示张晨 七号休眠舱位于山南市中心医院地下七层 以为他开启地图 看着面前的地图 张晨心中暗自思考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毁掉陨石 或许就可以终结末世 那最后的希望又是什么 看来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了 而且小夕和徐瑞娜长得那么小 我有预讨 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些联系 在得知了度鸭实验室的秘密后 前去南山市的路上 为了文拓起见 张晨来到丧尸聚集地猎杀丧尸升级 只见张晨发动金河共振 借助金河共振带来的能量爆发 仅仅只是一刀 便将巨坦丧尸砍成了两半 这千古刀可以啊 居然能直接劈死了巨坦丧尸 以那把堂刀可强太多了 解决掉巨坦丧尸后 张晨也晋升成了高级觉醒者 抽期一阶段 获得了能量基因个一点天赋点 脱胎换骨被动突发 自身属性被强化两倍 在击杀高级感染者后 会一定概率爆出巨能金河 新的天赋术已经开启 看着眼前的系统光幕 张晨思考再三后 把天赋点加在了能量萃取 灵魂燃烧 闪顺以及拓荒者上 隐藏提示系统告诉张晨 前方废弃商城检测到 被遗漏的三级宝箱 以及一支被标记为 丧心病狂的幸存者阵营 丧心病狂 张晨对这个阵营没有一点印象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赵夕月和小夕的声音 以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见你家也没回 又突然说要去南山 心想你肯定去做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放心你就跟了过来 见此 张晨心中感到一丝温暖 这样也好 徐瑞娜的事或许跟小夕有关 他们要跟就跟吧 随后在张晨的同意下 他们一起出发前往南山市 而在另一边 两名男子拖着一名衣衫蓝绿 浑身是伤痕的女子 向前方楼顶边缘走去 此时的女子被针锋住了嘴巴 眼泪不停地往外流淌 愣是一声求饶也发不出 带他们来到楼顶边缘后 其中一名男子抓住他的脚踝 把他提了起来 临死之前 他指着嘴巴 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发出一句 你们不得好死 下一瞬 女子便被他们无情扔下了楼 紧接着他便被楼下的丧尸疯狂啃食 可正当那两名人渣要转身离去时 却被吓了一跳 只见一名浑身发抖的西装男子 手拿匕首 欲要为刚才那名女子报仇 然而那两名人渣 却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 不想死的就滚蛋 他都被我们玩烂 喂给丧尸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西装男文言 手持匕首气冲冲的就冲了上去 混蛋我要杀了你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那两个人渣和他们的同 反被西装男子给追杀 不好他追上来了 话音刚落 西装男子被逮到 只听咕噬一声 匕首瞬间插入了他的眼睛 他的同伙健壮 被吓得赶忙加快速度逃跑 与此同时 张晨他们也来到了这附近 赵夕月指着前方 快看陈哥 那边商场门口怎么聚集了一堆丧尸 不管了 目的地在那里 咱们先开路 张晨随手一挥刀就解决掉了前方的丧尸 而小夕却好像发现了什么 老大快过来 这个被吃掉的女子嘴巴怎么被缝起来了 张晨猜测 八成是为了阻止他发出声音才缝上的吧 正当赵夕月还在为他感到残忍时 前方大门跑过来一个男子 不停地喊着救命 而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的人渣 此时的他来到张晨面前 声称后面有个人为了生敌 正在四处乱杀人 张晨闻言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赵夕月上前安慰道 冷静点我们会帮你了 还没等人渣感谢完赵夕月 下一次 张晨眼神凌冽 出手一刀便结果了他 赵夕月见此 诚哥你为什么杀了他 他好不容易才逃出 张晨解释道 夕月不要被他的可怜阻碍 你翻一下他的口袋 果然在张晨的提醒下 赵夕月在他口袋找到了一束针线 见此赵夕月感到十分抱歉 不过张晨也并没有责怪他 随后他们朝商城走去 而货架后面 西装男子正躲在此 那个人太强了 就连我也看不出他的等级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他是一名高级觉醒者 他没有理会我 是没发现我 还是故意放我一马 张晨偶遇漠视地下商人 不管是漂亮的女人 还是安全舒服的环境 以及干净的食物 只要你有足够的金盒 他都可以为你提供 就在刚刚 张晨按照隐藏系统的提示 很快就找到了 商城下面的三级宝箱 开启宝箱后 除了一些常见的物品外 还得到了最重要的地图碎片 不错又找到了 三块全科技蓝图碎片 核心转换器以后 也会有大用处 张晨对这个宝箱十分满意 除此之外 张晨还学习了新的技能 陆级窥视之眼 窥视之眼可分辨 六级以下储存戒指的等级 并且能看清 三级以下储存戒指内的物品 对于分辨的意思 张晨不是很理解 于是张晨把目光移向小夕 只见此刻的小夕在张晨眼中 外面的衣服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套十分可爱的贴身衣物 周围显现出 他储存戒指里的物品 而赵夕月同样如此 见张晨眼神似乎有些不对劲 赵夕月出声道 陈哥你怎么了 闻言张晨赶忙回过神来 关闭掉窥视之眼 没什么 这是刚得到的跑车钥匙 我们差不多该启程了 二胖你回别墅去看家 听到自己要回去看家 二胖一个飞扑 扑到张晨脸上表示抗议 无论张晨怎么画饼 二胖都坚持不愿 最后还得是靠赵夕月 二胖才愿意乖乖回去看家 这给张晨气得脸都黑了 画面一转 张晨驾驶着跑车在马路上急速飞驰 可坐在后面的赵夕月 却感觉天空似乎有些不对劲 一刚刚那边有乌云吗 随后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晨 与此同时 张晨也得到了隐藏系统的提示 这是被污染的云层 会腐蚀一切物品 就连幸存者也无法幸免 请加速行驶撤离 见此 张晨立马把车速调到最大档 一脚油门踩下去 小晨被这突如其来的加速吓了 老大说好的不飙车呢 江河市 此时雨已经吓得越来越大 见前方有一个地下车库 张晨只能掀开进去避雨 壳里面居然有人 随后在众人的震惊下 张晨一个帅气跳一停车 呼总算躲过去 你们没事吧 张晨关切地询问 看跑车的损坏情况 至于俯视性够强的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张晨的思绪 只见一个小胡子 带着一群小弟来到张晨面前 朋友请问你们住店吗 画面一转 在小胡子的带领下 张晨他们来到了 小胡子的艾萨克旅店 而小胡子本人就叫艾萨克 他后面的这位大胡子 是他的弟弟巴泽尔 随后在小胡子的介绍下 张晨得知 这里的地理位置绝佳 除了强悍的武器力量 充足的弹药之外 大胡子巴泽尔 更是出击觉醒者二阶 有着和张晨一样的技能 聚能打击 在这里还存在一些末世规则 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金盒 不管是漂亮的女人 还是安全舒服的环境 和干净的食物 甚至武器他都可以提供出去 随后小胡子伸出手来 看向张晨 外面这么大的雨 你们已经是无处可去 避难每人一金盒 睡沙床每人二金盒 独立房间的话 十金盒起步 如果没金盒的话 我也可以提供工作机会 尤其是这二位小姐 一定能赚得不少 说完 赵夕月和小夕眼神 顿时变得阴沉 小夕欲要丧失化 张晨见状 赶忙上前拦住他们 紧接着拿出一袋 一百金盒扔了过去 你们小店就是这么待客的吗 安不安全不熟 如态度可有待加强吧 小胡子接过金盒 赶忙进行道歉 随后一连产妹 让人领着张晨他们 前往豪华套房 待张晨他们离开后 小胡子掂两手中的金盒 询问大胡子张晨是什么实力 而大胡子则表示 以他的洞察之眼都看不出来 加上他认为 不可能存在高出他三个等级的人 所以张晨一定是个弱鸡 要不要吃掉这块肥肉 闻言 小胡子则是告诫他 不要试图打破这里的规则 而在他们身后 一个人正鬼鬼祟祟躲躲在角落 偷听他们的对话 真是蠢货呀 倒嘴的肥肉居然放过不吃 没想到在这末世之下 居然还存在如此豪华的房间 就连平时住惯了别墅的张晨他们 也被房间的布置给深深吸引住了 一旁的服务生出声介绍 这里是规格最高的房间 也是安全系数最高的 小夕将信将疑 你可别骗我们 而张晨却是心想 这里的房间没有窗户 说明附近经常下能量 也就是说离陨时越近 周围环境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可就在这时 这是梦幻姑包子 吸上一口保证你快乐上天 要不要试试哥哥请你 见状 张晨一把抓住服务生的手臂 大声怒骂道 悉你奶奶个锤子啊 没事就快给滚蛋 小夕见张晨怒气冲冲的样子 小夕一询问道 老大你干嘛如此生气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张晨没好气地戳了戳小夕脑袋瓜 大人的事情以后少打听 记住不要再拿陌生人的东西 快点进去 还没等张晨把话说完 小夕就立马跑进了房间 而就在这时 张晨耳畔响起一道声音 孩子保护得太好也不是好事 很多人都知道 那梦幻姑包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好 我是泡菜国的朴长乐 可当张晨和朴长乐握手之际 又有一道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一名护士小姐姐和一名红衣小姑娘 正被几个大汉团团围住 护士小姐姐泪流满面素说 他们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的 很请各位能救救他们 他可以什么都愿意做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就被一只大手给扯住了衣领 让我们救你 总得先言验货吧 可就当大胡子欲要进行下一步时 红衣小姑娘猛的一口咬住了大胡子的手臂 这被大胡子疼的 反手就是一巴掌扇飞了红衣小姑娘 护士小姐姐见红衣小姑娘被扇飞 着急地爬了过去 拧秀 拧秀 反观大胡子被气的 玄机解开了身上的裤腰带 紧接着一把扯烂了 护士小姐姐胸口处的布料 护士小姐姐害怕地抓住小胡子的手 店长求求你就救我 小胡子瘫了瘫手表示 只要你现在能拿出四金盒来 一切都好办 话音刚落 就有四枚金盒落到了他手上 原来朴先生喜欢这款 可这位小姐未必会愿意跟你 听到小胡子这样说 护士小姐姐赶忙出生 生怕朴长的下一秒反悔 我愿意 只要不是那个大胡子就行 而一旁的大胡子闻言 遇要接着动手 臭娘们你敢看不起我 朴长的见状 给了大胡子一个警告的眼神 随后扶起护士小姐姐往房间走去 要和他进行一场深入前出的探讨 屋中把敏秀交给张晨 让他帮忙看一下 代调长了他们进去后 赵夕月对此有些愤愤不平 就在这时 房间中传出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吓得赵夕月和张晨赶忙捂住 小夕和敏秀的耳朵 然而时间不到两分半 房间门就打开了 只见护士小姐姐脸颊微红地站在门口 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张晨红着脸震惊道 我靠两分半不到 这就完事了 泡菜国男人的妖子是真的虚啊 拥有赵夕月陪伴的张晨 还不曾变成真男人的她 只应嫉妒三秒真男人的嫖长乐 居然对她大打出手 就刚刚 嫖长乐气愤地一脚踹开房门 你究竟给秀敏吃了什么 张晨他们被嫖长乐这话 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看着秀敏痛苦的样子 赵夕月赶忙上前查看 确定了秀敏的确是中毒了 此时护士小姐捂着脸呼诉 秀敏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 她只在张晨他们这里吃过东西 小夕闻言 拿起一瓶喝过的纯净水说道 撒谎 你们明明喝了水 面对小夕的质问 护士小姐打忙解释 那瓶水没有问题 我和秀敏都喝了 听此小胡子也趁机勒索张晨 抵赖是没有用的 你们的行为损坏了本店的声誉 赶紧赔钱 此刻的张晨顿势豁然开朗 我就说这两人怎么也跟来了 原来是搁着玩仙人跳啊 而就在这时 调长乐拿出一瓶抗生素声称 只要护士小姐把自己卖给她 就可以不用支付抗生素的费用 还承诺会真心照顾她 见此张晨开启窥视之影 隐藏系统也在此时告诉张晨 那是一瓶掺杂梦幻孤孤孤子的劣质维生素 此人靠诱骗少女 贩卖小视频赚取金盒升级 目前受骗人数126人 看来对调长乐也不是什么好 不过令张晨没想到的是 他储存戒指里居然有一架直升飞机 正当张晨还在思考 要怎么把他的直升飞机弄到手时 大胡子突然一把抓住张晨的衣领 臭小子在想什么呢 赶紧赔钱 否则我就弄死你 张晨不愿把事闹得太大 只好假装同意赔钱 下一瞬 只见张晨一把搂住朴长乐 朴先生我会负责这件事的 等下店主所赔是 你可要替我说说好话 随后张晨向朴长乐承诺 拿出高于市价30%的价格 收购他的所有物资作为赔偿 听到高于30%的价格 朴长乐毫不犹豫立马摘下戒指 可心里却打着另外的算盘 待拿到金盒升级后 再把张晨和小胡子他们干掉 届时所有东西都将会是他的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张晨这波早已处在大气层 只因张晨觉得一巴掌拍死他 多没意思 让朴长乐变得强一些才有趣 朴长乐拿过金盒后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吸收 张晨对此并不在意 而是取出一粒抗生素交给护士小姐 还告诉了他 朴长乐刚才给他的并不是抗生素 而是梦幻姑包子 而在另一旁的小胡子 正悄悄地分宿大胡子 等一下找机会干掉朴长乐 可大胡子却说 哥你不是说不能破坏旅店的规矩 等于小胡子立马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于此时 朴长乐也在这时升级到了 觉醒者初期二级 小胡子健壮 当即让大胡子上去解决掉他 当大胡子的拳头快要落到他身上时 意想不到的是 朴长乐如同幽灵般瞬间消失不见 见鬼了 他是瞬意离开了 还是隐身了 无奈之下 大胡子只能强忍着恐惧 向四周不断挥拳 可下一刻 朴长乐突然出现在他后背 一刀刺穿了他的腹部 小胡子健壮 立马跑上前扶住大胡子 可就当朴长乐要接着对小胡子出手时 关键时刻 张成一把抓住了朴长乐的手臂 你能看见我 一等他把话说完 便被张成一击击飞 死死地嵌入墙壁 你居然半猪吃牢 张成晃了晃手表示 第一你实在是太欠揍 第二我一直是牢 只是你这只猪看不出来而已 第三我真好奇你这呆瓜能有多抗走 半猪吃老虎的张成 只用了一拳 就把朴长乐做成了猪头 面对朴长乐的不停求牢 张成不为所见 一拳接一拳打在他脸上 情急之下朴长乐放出狠话 我是S13的成员 实相的话就快松开我 否则我们组织不会放过你的 文言 张成一把揪起他 S13是那个小可爱组织 虽然没听说过 但你们泡菜国可真懂取名字 S13组织 是由末世13个人组成的团体 我今天要是死了 组织的人会源源不断地找你复仇 朴长乐试图鼓住张成 下一秒 张成快要落下的手悬在了半空 见张成一动不动 朴长乐开口嘲讽道 怕了吧 怕了就赶紧松手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张成心里却是在想 真的是太好了 杀了他就会又有13个小可爱送上门 这可比杀丧尸升级来得快 劝劝张成还在愣神之际 朴长乐一把挣脱束缚 疯狂向外逃窜 为了防止张成追过来 他用大量梦幻姑孔子作为条件 命令小卡拉咪上去围剿拦截张成 下一瞬 小卡拉咪发了风势地冲向张成 面对小卡拉咪的围攻 张成取出千古刀 嘿嘿一笑 对付这群人 就应该用打丧尸的方法来打 你们照顾好自己 言罢 张成闪身上前就是一刀挥了过去 紧接着一拳轰在一个小卡拉咪身上 见这么多人都奈何不了张成 调长了大骂一声 全都是废物 就当他要趁乱隐身逃走时 张成一眼识破了他的诡计 到时韭菜还想跑 你我去死吧 解决掉嫖长乐后 见主事人都死了 那些小卡拉咪顿时都萌生了退役 而张成在嫖长乐的戒指中 发现了一种迷惑之谷的东西 也不知道以后的用途大不大 在另一边 大胡子在小胡子的照料下 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 而张成也在此时来到了他们这里 说吧 嫖长乐已经被我杀了 你们想怎样继续活下去 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 刚刚有人说我恶意投毒来着 张成擦了擦手中的千古刀 下一瞬 千古刀突然指向他们 可我怎么想不起来 我是怎么投毒了呢 你们帮我回忆回忆 张成冷冷地说道 便张成要对他们起杀心 小胡子慌忙讲辩 误会误会 我们也是被嫖长乐骗了 哦是吗 我这是从嫖长乐手里买的纯净水 你喝一喝我就幸运 张成拿起水就要往小胡子嘴里灌 见谎言最终瞒不住了 小胡子只好老实交代了 他们和嫖长乐的犯罪过程 那小姑娘就是喝了嫖长乐的污水才中毒的 随后张成看向护士小姐姐 听到了没 以后可别再随随便便相信人 紧接着张成撇过头 让小胡子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 小胡子只好乖乖照做 而在清点物资时 张成发现里面居然有他要找的冰鸣花 面对张成的友好询问 小胡子表示 这是以前一位客人拿来抵防费的 需要的话可以帮张成弄来 文言 张成伸出三根手指 三天后看不见冰鸣花 就用你的脑花抵押 还有好好安顿好护士小姐姐给他们 说完 张成回去叫上赵夕月和小夕他们 继续启程出发前往山南市 路上赵夕月告诉张成 他让护士小姐姐他们去了 他哥哥的南方幸存者基地 还把身上所有物资都给了他 会不会觉得他这样做很圣母 张成表示 善良和圣母不一样 他们那么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不能总是看不见希望吧 生气了 生气了 张成这次真的生气了 就在刚刚 安顿好护士小姐姐和敏秀后 张成来到一块空旷的草坪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直升飞机 看着眼前的飞机 小夕两眼顿时发光 老大这飞机真是太酷辣 不过在出发之前 张成需要学习通用驾驶技能 就当他们要上飞机时 背后有一道声音叫住了他们 小叔叔 你们等一下 听到被叫叔叔 张成顿时就不乐意了 可谁让敏秀他还只是个孩子呢 张成只好不跟他一般见识 打量着敏秀送来的卡片 张成顿时被他的效果给震惊到了 触及性命卡片 使用后正在进行的概率性事件 必定会朝着有力的方向发展 对采集丧尸掉落 开悟自相无效 持续时间十分钟 虽然张成此事很想收下他 但他还是再次向他们确定 离起我了 你们不是更需要这个 面对张成的询问 故事小姐姐微微一笑 实在是拿不出别的东西感谢你 只希望这个能帮得到你们 张成不再推辞 把卡片收了起来 知道了 我会善用他的 而在离别之际 领袖害羞地告诉张成 他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他 当他低下头一口 可当张成低下头时 领袖突然一把抱住张成的脑袋 给他来了一个嘴子 见此 身后的赵夕月和小夕 瞬间不淡定 而护士小姐的见状 也是赶忙拽回领袖 可领袖却接着对张成说 他长大后要嫁给张成 给他生一大堆小猴子 文言 张成顿时黑了脸 小孩子一天到晚不学好 在瞎想什么呢 以后可不要再说故话 随后张成便挥手告别了他们 看着飞离的直升飞机 就当他们要回去时 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人 而此人正是之前的那名西装男子 怎么会这样 他们连直升飞机都有 这还让我怎么追啊 画面一种 此刻的张成他们 飞到了 山南市的中心医院 下面有许多丧尸正注视着他们 看着下方的丧尸 张成叮嘱赵夕月和小夕 下去时要小心下方的丧尸 可赵夕月和小夕 却一脸阴阳怪气在调侃 成哥对女人这么贴心 真是个好男人呢 听此 张成回头立马说道 领袖还支持个孩子 你们不要无理取报好吗 可他们还是依旧不听张成变嘴 你居然说我们无理取报 这可是典型的渣男语录 而张成也不再多说些什么 操作飞机安稳降落 飞机落地的一瞬间 张成就释放出金壳共振开路 随后他飞快地跳出驾驶时 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丧尸身上 丧尸是吧 就让我这个好男人陪你们玩个痛苦 而在后方火力支援的两人 也被张成这拼命的姿态给吓到了 赵夕月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说的有些过分 接下来 在张成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把周边的丧尸都清理干净 可就在这时 小夕似乎感觉有一丝不对劲 他好像记得还有一只大家伙没解决 可张成却并没有发现小夕所说的大家伙 随后小夕指了指前方的大傻 就在那边 话音刚热 周围突然进去 张成大惊失色 这声音难不成 伴随着一声怒吼 一只巨坛丧尸破开大傻而出 看着前方的巨坛丧尸 张成不禁疑惑 果然是巨坛 不过小夕是怎么知道的 沉风已久的研究科是 便进扭曲诡异的怪物尸体 究竟是遇到了什么 让张成感到如此惊讶 就在刚才 巨坛丧尸再度出现 张成手势千古刀纵身一跃 杀几天 就已然出现在巨坛丧尸脑门 下一瞬 只听咔嚓一声巨响 仅仅只是一刀 巨坛丧尸便被张成砍成了两半 伴随着巨坛丧尸的倒下 张成也总算松了口气 可就在这时 赵锡悦突然喊道 诚哥不好了 小夕他 闻言 张成急忙赶了回来 此刻的小夕脑袋感到异常疼痛 张成上前扶住小夕询问 小夕你现在头疼 跟你知道那里会出现巨坛丧尸有关吗 小夕摇了摇头回答 我不清楚 但我就是知道那里会有危险 听此 张成更加坚定了 小夕与徐瑞娜的外表那么像 看来真的不是巧合 这里的秘密或许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随后 在系统的提示下 张成他们来到医院门口 为了保险起见 张成在门口布置了四枚自动警戒哨塔 可出乎意料的是 医院里面只有遍地的尸体 却没看到一只丧尸的身影 就当张成还在纳闷时 隐藏提示系统告诉他 大楼里面有五只匍匐者 一只独虫孕育者 他们对张成构不成任何威胁 可当他们越深入里面 周围的尸体就越不对劲 一开始是已经干化的人类 然后是半人半尸 还有没见过的怪物 他们扭曲诡异的模样 跟那个磕了药的小日子倒是有些像 难不成是药物刺激下的半成瓶产物 张成低头暗自思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小日子药剂研究的源头就是这里了 进入到研究科室后 为了能更快找到七号休眠舱的入口位置 张成他们打算分头寻找 然而小西却指向一边 让张成跟他来 张成对此感到有些疑惑 小西你怎么对这里那么熟悉 是不是以前来过这里 小西回答道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可我就是知道休眠舱的位置 这边应该好像有部电梯 然而当电梯打开门时 张成他们背里面的东西 吓得汗毛直立 只见一只身穿科研服装的痛哭者 正蹲在电梯里面痛哭吼叫 见证 张成他们赶忙后撤 可令张成感到纳闷的事 隐藏提示系统 为什么没有提示里面有痛哭者 一想到有可能是狗系统耍了他 张成顿时就觉得十分气愤 举起千古刀就要上前解决掉痛哭者 可一旁的小西似乎心有所感 急忙一个飞扑拦下了张成 老大刀下流失 他是人 他是人 文言 还没来得及发火的张成 脸色顿时就转变为了震惊 看着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痛哭者 张成有些难以置信 他是人 但他这个模样 小西揉了揉脑袋解释道 怎么说呢 他拥有丧尸的模样 但他还保留人类的意识 听到这 张成瞬间就明白了 刚才系统为什么没有提示威胁 随后张成上前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警告道 给我老实点 否则我就弄死你 然而张成这一举动却误打误撞 把他胸前的身份牌暴露了出来 你你居然是徐瑞娜 张成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徐瑞娜居然变成了痛哭者 张成心中猜测 他应该是用自己做实验了 可他实验的目的和动机又是什么 为什么他还保留人类的意志 保留的意志又有多少 过了两分半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地下最底层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停车场 并没有看到休眠舱 难道小西的记忆是错的 小西表示 他感觉就是这里啊 正当他们还在为找不见休眠舱发愁时 身后发出传来一阵阵金属的抓闹声 只见徐瑞娜不断地抓闹电梯地面 见此 小西想起了 休眠舱好像就在电梯下面 随后张成让他们躲好 下一瞬 只听轰的一声 电梯地面被张成一刀破开 隐藏在电梯下面的楼道也随之漏了出来 完了 完了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小西变得如此猙獰可怕 就在刚才 张成总算找到了隐藏在地下的入口 地道下面七黑无比 张成取出手电筒 顺着楼道小心翼翼地走在前头 你们都小心点 不要着急 过了两分半后 他们终于是走到了楼道的尽头 只见大门上方的门牌赫然写着 4056实验室 看来就是这里了 可这漫天灰尘的 灯的开关在哪 寻找片刻 张成率先找到了开关的位置 灯光一开 映入眼帘的便是几个插着导管的罐子 其中最醒目的是那个写着漆的 7号休眠舱 看来这里的确就是徐瑞娜的实验地没跑了 可就在这时 徐瑞娜来到一处办公桌 正发了风势地在翻找着什么东西 张成健壮 立即大声呵斥 徐瑞娜你在搞什么鬼 听到张成的声音 他手中举起一打资料 示意张成过来 见此 张成心领神会 立马上前拿过他手中的资料 这是特意找出来给我看的吗 徐瑞娜点了点头 打量着手上的资料 张成心中暗想 看来徐瑞娜的意识相对清楚 只是没办法控制身体像人类一样行动 而资料上记载的内容 是一个叫莫灵血的实验记录 上面记载着生物能量和微生物结合失败的实验 可当张成看到最后一页时 他本已经十分接近的谜团又离他更加远了 永恒奥秘 真让人一头雾水啊 张成看着手上的资料不由地感叹道 就在这时 赵夕月突然打断了张成的思绪 诚哥快过来看 这个休眠舱里面什么都没有 舱体好像很久以前就坏掉了 闻言 张成修的一下来到赵夕月身旁 看着空空颅野的休眠舱 犹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 瞬间营绕在他的心头 是我们来晚了 还是徐瑞娜本身就判断错误了 难道说人类已经没有希望了吗 正当张成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一声尖叫声响起 突然吓了他们一跳 只见此刻小夕捂着脑袋 一脸痛苦地不断发出吼叫 周身散发出灰白色的光辉 下一瞬 他原本橘黄色的头发瞬间变成了银白色 就连瞳孔也成了白色 面部有些许血血管暴起 看上去显得十分猙獰可怕 现状 张成和赵夕月立马跑了过去 小夕你怎么了 张成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命危机 眼看就要命丧于小夕手中 就在刚刚 此刻的小夕周身散发出阵阵恐怖气息 隐藏提示系统告诉张成 小夕就是七号休眠仓觉醒的实验体 现阶段已触发原始状态 赵夕月试图通过呼喊唤醒小夕 可小夕却并没有理会她 而是左顾右盼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张成告诉赵夕月 小夕其实就是七号休眠仓的实验体 文言 赵夕月顿时面露震惊之色 紧接着 隐藏系统再次提示张成 小夕是LX型的生化人 拥有一个新生代被动技能 无需基因强化图纸 就可对基因进行自动优化 看到系统如此介绍小夕这个技能 如果小夕真的失去理智对张成进行攻击 她都没有完全把握能够压制住小夕 小夕猛然冲向张成 欲要对张成进行攻击 出不意料的是 小夕却一脚踢向了另一旁的徐瑞娜 徐瑞娜躲闪不及 被重重地踢在了墙上 只剩下19%的生命值 而小夕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 玄机凝聚出一把绿色刀刃 纵身一跃劈向徐瑞娜 好在徐瑞娜及时反应躲了过去 看着眼前的战斗画面 张成也是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只靠物理攻击就对三型丧失的徐瑞娜 造成了11%的伤害 这也太夸张了吧 可是当小夕要一击 结果徐瑞娜时 张成一个顺赏过去 及时出手挡住了她的攻击 紧接着 张成一把抓住小夕 试图唤醒小夕的人性 然而小夕却反手挣脱开来 看样子 这是杀疯了 六亲不认的节奏 凡是个能动弹的她的攻击 就在这时 张成突然觉察到 身后的徐瑞娜似乎有些不对劲 下一瞬 徐瑞娜突然仰天大火 吼叫声犹如地震般迅速 而在与张成交手的小夕 也是第一时间绕过张成 再度向徐瑞娜出手 再得知了徐瑞娜已经失去人类理智 转化为痛哭者 并正在召唤丧尸群后 张成也是顿时感到头大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为了保住徐瑞娜 她还是不得不顺赏过去帮忙 可小夕的力量实在是太疯了 一击就干碎了她的能量屏障 只能尽量拖延 让徐瑞娜躲好 临时 还不忘命令徐瑞娜 不准离开研究室 乖乖多好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 赵夕月正马不停蹄地找寻着 解决小夕狂暴状态的资料 诚哥坚持住 如果小夕是实验体 这里一定会有克制她的方法 文言 张成扭头回应 那你快点找 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过了两分半后 功夫不负有心人 赵夕月终于找到了资料 可当她满心欢喜翻阅查询 就是这个 若是生化体出现暴力倾向的话 你想不到的是 记载解决方法的那一页被烧毁了 什么被烧毁了 张成难以置信 张成还在愣神之际 一颗由无数绿色电流汇聚而成的能量球 出现在小夕手中 下一瞬 能量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轰在了张成胸口 能量屏障顿时被轰得支离破碎 张成也倒飞了出去